大家好 欢迎来到《小雨的说故事新》 今天是陆家和邵家联姻的日子 我在礼堂等了邵云征整整一天 她都没有来 我成了整个京圈的笑话 陆月新奉上 陆氏集团倒追了一个男人十年 邵云征宁愿不要钱 也要逃婚 可见邵云征有多么嫌弃她 三天后 邵云征一身疲惫地来到我家 婚哪天都可以结 你失去的不过是一场婚礼 方颖失去的可是一条腿 我把婚纱连同合作协议一起剪碎 邵云征 我不要你了 我穿着婚纱独自坐在礼堂的阶梯上的时候 已经是月上之头了 我等了邵云征整整一天 她没有来 我给她打了上百个电话 她没有接 后来直接关机了 参加婚礼的人渐渐嘲笑我 都说女追男阁层上 如今看来 陆月新想进邵家的门 隔了一座火焰山 自己亲见自己 那就怨不得男人了 女人倒追男人 那对于男人来说 就是一件送上门的衣服 穿腻了扔了换一件 陆家的脸都丢尽了 听说陆家快破产了 陆月新自诩多爱邵云征 说穿了还不是为了邵家的钱 我努力维持着微笑 对嘲讽我的话视而不闻 自从爷爷去世后 陆家在京圈逐渐示威 我作为陆家唯一的继承人 在万箭穿心我 也要维持着体面 傍晚的时候 连爷爷生前最要好的朋友 也离开了 我终于可以卸下铠甲 自己一个人坐在礼堂的阶梯上了 大雨滂沱 我的妆和我的鞋一起泡在雨里 和我的尊严一起丢尽了泥泞 三天后 邵云征终于出现了 那是我收拾完行李 准备去国外的时候 他一身疲惫地敲开我家的门 躺在沙发上像使唤一条小狗似的 使唤我去给他倒水 若换作以前 只要邵云征和我说一句话 哪怕他面有韵怒 我也会小心翼翼地奉上自己的真心 只为了他能对我有一丝怜惜 可是现在看着他像看着一个毫无关系的陌生人 在这三天里 本来谈好了投资路式的合作方都撕毁了合约 因为他们看到我被邵云征抛弃 一个风云飘零的路是在他们眼里毫无价值 连这座充满了和爸爸妈妈以及爷爷温情回忆的别墅 也在债主上门的时候赔给了债主三天 我像被一层一层似的过了三年 京圈小公主陆月新彻底沦为了灰姑娘 我指了纸房里被遮灰的白布覆盖上的家具 冷漠地看着邵云征 请邵总一步自己家中喝水 这里没有新主人的吩咐 不能用电用水 邵云征这才发现 我家里值钱的古董都已经被搬走了 疑惑的神色刚闪过她的眉心 邵云征的手机就响了起来 电话那头熟悉的柔弱女声传来 云征 哥哥 我的腿好痛 医生说是火灾后留下的后遗症 不恢复好会成为瘸子 哥哥 我好怕 邵云征接完电话 就匆匆往外走去 边走边命令我 哪里都不许去 在这里等我 我在邵云征即将出门的时候拦住了她 这三天你是不是和方颖在一起 你逃婚是不是因为她 邵云征不耐烦地推开我 陆月新 你能不能不要无理取闹 婚哪天都可以结 你失去的不过是一场婚礼 方颖失去的可是一条腿 门口一阵门铃声响起 邵云征拉开房门的时候 方颖正好怯弱地站在门口 拄着一条拐杖 云征哥哥 我不是故意来打扰你和月新姐姐的 我就是腿痛得很 我好怕这条腿会残废了 月新姐姐 你不会怪我吧 我的腿真的好痛 方颖轻轻拉着邵云征的衣角 像一朵风中飘零的小白花 邵云征二话不说就横抱起方颖 往他停在我家门口的轿车走去 丝毫不顾别墅区里 惊圈其他少爷公主们嘲笑地看着我 又一次被抛弃 我再次拦住邵云征的去路 在他不耐烦地怒喝 我路月新 这时候还要争宠 你长没长人心的时候 拿起我放在门口纸箱里的婚纱 连同邵氏与路氏的合作协议一起剪碎了 像四散的浮云掉落在邵云征面前 邵云征 我和你分手 我不要你了 我拉起门口的行李箱 不再犹豫地向机场走去 我没有管邵云征 在我身后喊我的话 也没有再让方颖怯生生的呼痛声钻入我的耳朵 我迅速打了一辆低势 让司机一刻不停留地去机场 我在机场正准备去安检 和国内的一切割了断的时候 四个黑衣壮汉拦住了我的去路 对不起 路小姐 我们也是奉邵总的命令行事 邵总不允许您离开 邵总现在正陪着方小姐治疗 邵总说等方小姐好些了 她会来找您的 我想大声呼救 但是我知道 宜邵家现在扶摇直上的权势 就算我呼救邵云征 也有办法让我留在机场 我只能随邵云征的人 住进了邵云征在郊外的一处别墅 邵云征的人守在门口 我出不去 我最远只能走到别墅的花园里 这个花园曾经是我最喜欢随邵云征去的地方 别墅在半山上 翠竹环绕 区境通幽 邵云征在书房里 微醋着眉头看邵氏的资料时 我就坐在他旁边的茶桌上 给他轻轻携上一杯绿茶 红着脸暗想 这是不是就是古人形容的红袖天香 我爱了邵云征 整整十年了 十五岁的时候 我的爸爸妈妈双双在车祸中去世 年迈的爷爷重新掌管起了陆氏企业 家里没有人能顾及我 骤然失去双亲的悲痛 我和邵云征是邻居 我们两家的别墅挨在一起 我独自一个人坐在家门口发呆时 邵云征邀请我一起去爬山 他说每天都从他家窗户看到 我在自言自语 他说人要往前看 不能把自己困在阴霾里 那年暑假 我和邵云征一起潜水 一起骑单车 一起看演唱会 开学的时候 我已经从失去父母的悲痛中走了出来 我想邵云征是代替我爸爸妈妈来陪伴我的 邵云征是富家公子哥 身边总有主动围向她的灿若玫瑰或秀若之蓝 但是邵云征对这些莺莺艳艳 总是拒之千里 为此我暗喜不已 我以为我是她心中最特别的那一个 因为她允许我去她的办公室 允许我摆弄她收藏的各地明察 直到方颖的出现 邵云征也允许方颖去她的办公室 允许方颖坐在她的私人茶室把玩她独享的紫沙杯 如果我不小心弄乱了邵云征桌上的文件 邵云征会嫌弃我 笨手笨脚 但是方颖把咖啡泼在了邵云征桌上 沾湿了邵云征即将开会使用的文件 邵云征也只会柔声安慰着方颖 没关系 主妇助理通知推迟会议时间 并重新打印一份文件 自从方颖出现 她出现在邵云征朋友圈的聚会比我更多了 小游戏里 方颖被罚酒时 邵云征总是接过她的酒杯 一饮而尽 小颖身体不好 我帮她喝了 京圈里的人私下打赌说 如果方颖不是邵家保姆的女儿 邵云征娶的一定会是方颖 直到我一年前 我爷爷去世 前路是以风雨飘零 爷爷和邵家是世交 爷爷临终前把我托付给了邵家 他希望邵云征能帮我 让路是转危为安 在邵爷爷的做主下 我成了邵云征的未婚妻 我们两家约定一年后 我和邵云征正式结婚 邵云征很平静地接受了这个婚约 她牵着我的手 在我爷爷病床前说 一定会带我如真至宝 也从我和邵云征订婚起 方颖的腿疾经常发作了 方颖是从两年前出现在邵云征面前的 方颖的妈妈在邵家做了二十多年保姆 两年前 方妈妈说方颖大学毕业 想让她来自己身边团聚几天 以享天伦之乐 邵云征是方妈妈从小带大的 邵爷爷便同意了方妈妈的请求 并在和邵云征去家里的山庄避暑时 带上了方颖和她妈妈 方颖的腿疾便来自邵家山庄的一场大火 方妈妈为了救邵云征 葬身在了活海里 最后是方颖从大火里救出了邵云征 自己的腿也被烧伤 邵家给方颖请了最好的医生 在方颖出院后 让方颖住进了邵家 还把方颖安排进了邵氏工作 方颖一边工作 一边做腿部复健 医生一直说 方颖的腿恢复得很好 直到我和邵云征订婚后 医生说 方颖的腿部伤势急转直下 有残疾的可能 方颖也总是含着眼泪喊痛 在我和邵云征一次次地单独相处时 以腿痛叫走了邵云征 正在我陷入回忆的时候 邵云征的助理给我送来了新的婚纱 陆小姐 邵总决定和你重新举办的婚礼定在一周后 这是邵总重新给你买的婚纱 邵总说 这件婚纱虽然不像上一件 是根据你的身材量身定制的 但是婚礼不过是走个过场 一件婚纱也就穿几个小时而已 是不是量身定制的不打紧 邵总还说等 陆小姐和她结完婚 您就是邵太太了 陆家虽然破了产 但是只要您做好邵太太的本分 邵家还是可以保您一辈子衣食无忧的 我神色漠然地盯着助理手里的婚纱 对助理的话充耳不闻 邵云征现在是不是和方颖在一起 助理尴尬地笑了笑 想逃避我的话题 却被我的犀利眼神低地露了窃 方小姐这几日腿痛得厉害 医生说再不抓紧治疗 真的有残废的可能 我当着助理的面打通了邵云征的电话 邵云征 我已经说过了 和你分手了 你听不懂吗 邵云征那边的声音充斥着不耐烦 我们的婚事是陆爷爷的遗愿 也是我爷爷还在时就定下的 陆月新 你不要无理取闹了 我刚想说话 电话那边就传来了方颖的呼痛声和医生的催促声 邵先生 您快来抱住方小姐的身子 方小姐这样挣扎 我不好给她的腿复健 邵云征再一次为了方颖想挂断我的电话时 我大声喊住了邵云征 邵云征 我爷爷的遗愿是享我一生幸福 而不是嫁给一个心在别的女人身上的男人 说着 我抓起剪刀 拉起电话听筒 让邵云征清楚听到 我在一次剪破婚纱的声音 邵云征的助理离开了 这一次我很惊奇地发现 我没有因为邵云征在方颖身边而心痛不已 我喜悦平静 我终于放下了一段十年的爱恋 在陆家被债主追上门 在资方一个个撕毁投资陆家的协议 在陆家唯一的后代被债主赶出陆宅时 彻底烟消云散 可是陆家和邵家 连因是惊圈都知道的事情 邵云征是一个极其爱护名誉的男人 为了名誉把我抢取进邵家 给我一个邵太空名的事情 他做得出来 十年爱恋 一朝静花水月 我现在连和邵云征的名字挨在一起都觉得恶心 我必须要想办法逃出邵云征的别墅 我拿起电话 愁出了几步 终于按键打了那个电话 我大学时的学长傅一帆接起我的电话的时候 一片惊喜掩盖在庄出来的慵懒 中路大小街 三年不见 你终于舍得给我打一个电话了 我没有时间和傅一帆重续大学议事 只是简短地说明了我现在的状况 电话里 我听出了傅一帆的交集 问了我地址后 傅一帆只对我说了一句话 等我 四个小时后 几个大汉闯进了邵云征的别墅 邵云征的保镖大声骂道 谁吃了雄心豹子胆 赶闯邵家 傅一帆一身休闲西服 站在黑衣大汉身后 傅家 你们可以让邵云征上傅家来找我 傅家和邵家在京圈里平分秋色 邵云征的保镖不敢惹傅一帆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傅一帆接走了 我去机场的路上 我感谢这傅一帆 还是如大学时一般 不拘小节 就一句谢谢 那你想要什么 陆家已经一无所有了 我咬着嘴唇 想要你以身相许 傅一帆环抱着双手 试探性地看着我 我掐了掐手掌心 指甲陷入掌心的疼痛 清晰地告诉我 只要不再和邵云征有关联 和傅一帆发生一夜关系 我也情愿 反正到了国外 不管是邵云征还是傅一帆 我都可以统统忘记 开始我新的人生 就在我准备点头答应 和傅一帆去酒店时 傅一帆拍了拍我的脑袋 我想要的以身相许 是两情相悦 而不是成人之威 傅一帆眼神里流露出的宠溺 在狭小的汽车后排里 令我有些混乱 傅一帆一鼓作气 我在大学时 就对暗示过我的心意的 只是你那个时候太固执了 总是不肯回头看一眼我 我忽然心里清醒了起来 自从我的心里 不再眷恋着邵云征 我仿佛看到了四海澄清 傅一帆真的在大学时 就一直在对我暗示爱 否则他不会在毕业前 在我手机里输下他的电话 让我以后 无论有什么事情 都可以找他 只是我刚刚从一场痛彻心扉的爱情中脱身开来 我一身疲惫无力 再立即接受一段新的感情 到了机场的时候 傅一帆正陪着我去安检 忽然邵云征挡住了我的去路 满脸乌云 神色清黑 陆月新 你还要怎么闹 金圈都知道 邵家和傅家是对头 你这样和傅一帆半夜私会 你让邵家怎么做人 傅一帆环抱着双手 装作漫不经心地将我护在身后 你都当着众人逃婚了 你想过陆月新怎么做人 没有 邵云征像伪装的面具被骤然揭开了一般 愤怒地扯过我的衣袖 想和我私聊 我却掀他一步 挽住了傅一帆的手臂 这是我的新男友 我和你几天前已经分手了 我有选择新男友的自由 我的话音刚落 我看到了邵云征眼里的惊慌 不敢置信 一点一滴坠入悬崖的枉然无措 像溺水的人 真是可笑 我对你一往情深的时候 你对我若即若离 弃之如必喜 我有了新男友的时候 你却慌乱 你在我心中已渺然无痕 负一帆得意又满意地牵起我的手 对月欣已经重新做出了选择 你已经出局了 邵云征一瞬间的恼恨 添离了他一向贵公子的形象 陆月欣 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你立即回到我的身边 我当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我还和你结婚 陆氏我也会注资 让他起死回生 陆氏可是你爷爷和你爸爸一生的心血 如若不然 我让你在国内无法生存 邵云征狠狠地盯着我 眼神里的空洞却揭穿了他心中的慌乱 我紧紧牵着负一帆的手 神色自若地回应着邵云征的慌张 邵云征在和我的眼神对视中一点点败下阵来 仓皇离开了 我释然地笑了 当心里曾经深爱的人变成陌生人的时候 他在我眼里也失去了往日的光环 邵云征也不是一个完美无暇的男人 我松开负一帆的手 对他轻声道谢 负一帆问我要不要去附近的贵宾厅休息下 我点了点头 在机场贵宾室的时候 我突然改变了主意 我不想去国外了 逃避爱情的失败 逃避路是在我的手上化为乌有 邵云征有一句话说得对 陆氏是爷爷和爸爸一生的心血 我应该像一个战士一样重振陆氏的辉煌 让他重回京圈名气之中 我对负一帆说了我的计划 负一帆的眉眼弯起 我第一次发现他的剑眉星目如雕塑板 深邃 陆月新 你终于回到了我初始你时 在辩论赛场上自信满满的样子 负一帆鼻尖凑近我 那一年 你获得了最佳辩手 捧起学校的奖杯 兴高采烈地走向邵云征 邵云征只是淡淡地说一场校园辩论赛而已 茫然地看着邵云征 手足无措 像做错了事的孩子 从此以后你就没有参加过大学校园的辩论赛 我认识的陆月新本就应该是意气风发 我想起从前的事也忍不住笑了 是啊 我曾经也是谈笑风生的 只因为邵云征说喜欢温柔的女孩 便藏起自己的棱角 蜷缩成乖巧懂事的样子 还好一切都过去了 负一帆说要帮我租一间公寓 再给我一笔资金 我摇摇头 摸出了随身包里一块翡翠雕塑 负一帆 这是陆家传家之宝 就算债主追上门 我也没有赔出去 我现在抵押给你 等陆氏东山再起的时候 我再问你拿回来 负一帆 我信任你 你可不能辜负我的信任 负一帆眉梢眼角皆扬起笑意 愿意效劳 第二天一早 我刚在租好的公寓坐下歇脚时 方颖破天荒地给我打来了电话 方颖在电话里抽气 陆小姐 请你把云禁哥哥借给我一会儿好不好 我的腿好痛 没有云禁哥哥 我实在鼓不起勇气在治疗 我知道是我不好 腿总是痛 如果我妈妈还活着 就不会麻烦云禁哥哥了 可是我妈妈为了救云禁哥哥 方颖抽气得更甚了 我真应该把云禁哥哥救出火场后 就和妈妈一起死了 这样我就不会因为腿痛 总是需要云禁哥哥了 是我不好 我从前也见识过方颖的哭泣 只是这一次 我不再因为害怕邵云禁则被我心胸狭窄而委屈 装作懂事 我利落地打断了方颖的话 邵云禁不在这里 我和她已经分手了 方颖煞时止住了哭泣 在确认邵云禁确实不在我身边后 传话那边传来了方颖的微笑声 陆月新 我就知道云禁哥哥不会娶你的 云禁哥哥不过碍于他爷爷和你爷爷的交情 才被迫和你订了婚 如果我不是保姆的女儿 和云禁哥哥结婚的就会是我 方颖的笑声像木叶山村里舞动的火花一样跳动 我皮肤上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赶紧挂上了电话 从我昨夜决定留在国内开始 我就让傅一帆帮我调查两年前发生在邵家山庄的火灾 方颖身躯瘦弱 我并不相信她能够从大火里背出邵云禁 如果要查 我相信里面的痴魅王两逃不过傅家的四家侦探 一周后 城市里的广告牌张贴满了方颖的画像 方颖成了邵氏旗下珠宝的代言人 画像里方颖一席长裙遮住了有烧伤痕迹的腿 笑容甜美 像住在城堡里的公主 我正忙着召集对陆氏中心的老员工 成立新的陆氏公司 爷爷离世之前 给了我一个IT产品的专利 这个产品拥有世界领先的技术 邵氏虽然有珠宝产业 但是盈利的主要是产业 爷爷说我有这项专利技术的所有未来 嫁到邵家 可以依仗这项专利获得邵氏的股权 有所依仗 我曾经对爷爷的话不以为然 甚至在遐想里作为新婚之夜的礼物送给邵云征 而此刻 我只庆幸我曾经的恋爱留给了我重建陆氏和对抗邵氏的力气 就在我新公司筹备得当 正准备召开新闻发布会的前一夜 邵云征在公司楼道的洗手间门口拦住了我 硬朗的下巴 胡须未尽 眼窝下两团乌青 陆月新 你究竟要和我闹到什么时候 你如果像方颖那么乖巧 我们早就结婚了 是吗 我抬起头好笑地看着邵云征愤怒的眼神 耳朵里听着她强词分辨的话语 小颖她妈妈是为了救我才死的 小颖的腿也是为了我才烧伤的 你怎么就那么容不下这个可怜的姑娘 你的心是不是肉掌的 又是这一套迫我欺负弱小的说辞 若是以前怕邵云征对我生了下气 怕我在她心里不够好 我总是在邵云征对我宠爱之后 把自己关在黑夜里 垂泪反思自己 但是现在 邵云征你的一言一行 都不能在我心里产生任何波澜了 我像看一个自恋的人一样 听着邵云征的喋喋不休 你现在就跟我回我家去 婚礼也不用办了 我们去把结婚证领了 邵太太的名分还是你的 去她的 邵太太的名分 我忍不住脱口而出 邵云征惊愕地看着我 这不是你一直想要的 邵云征无措地看着我的眼睛 想从我眼里找寻到一丝负气 却只在我的双眸里 看到了视若无睹的冷淡 最后 邵云征的眼神化作了慌张和不甘心 掐着我的腰 把我抵到墙角 低头想要吻我的唇 以确认她还占据我的心 曾几何时 我想要邵云征的回应 以确认她是爱我的 我点起脚尖 轻轻吻着她的嘴角 有时她回应 有时她推开我 叫我别闹 说她要工作 有时她接到方颖的电话 就捧开我的脸 说她要去照顾方颖 让我懂事 在对邵云征的爱恋里 我患得患失 拼命把自己揉捏成她喜欢的样子 就像傅一帆说的 忘记了我本来明谋善赖的样子 在邵云征快触碰上我嘴唇的时候 我狠狠地踢了她一脚 邵云征痴痛地蹲了下来 不敢相信地望着我 你是不是和傅一帆睡过了 要不然 你怎么可能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了 真是肮脏的男人思维 和她分手 一定是因为我出轨了 而丝毫不承认 她对方颖的温柔 和她间接导致路家破产 伤害了我 我正欲讽刺邵云征的时候 忽然听到一阵鼓掌声 走到一边 傅一帆双手拍着掌 双眸成满喜悦 陆小姐从大学起 就是我心里的女神 没有经过女神同意 我不敢有丝毫觊觎之心 陆小姐什么时候愿意接受我的求爱之心 我愿奉上整个富士只为薄陆小姐一笑 我巧笑奄然地走到傅一帆身边 做了一个接受骑士盛情邀请的手势 我和傅一帆一笑一大 在邵云征眼里 俨然一对闭人 邵云征失魂落魄 欣欣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让方颖代言邵氏的珠宝吗? 这是我给她救了我最后的补偿 她可以拿到一大笔代言费治疗腿 以后我就自由了 我可以全心全意来爱你了 欣欣 我会筹备一个比之前更盛大的婚礼 让你做最幸福的新娘 我愿意分邵氏一半的股份给你 帮你重建路氏 欣欣 重新回到我身边好不好 邵云征眼神里充满了哀求 张开双臂 想等待我能被她触动 心里最柔软的地方 重新奔向她的怀抱 可是 不爱就是不爱了 邵云征的祈求 在我眼里 就像戏台上唱戏的小声 她唱得深情投入 而我只是一个看戏的人 傅一帆陪着我走到写字楼门口的时候 我正欲请她吃饭 感谢她今晚给我解围 忽然收到一条微信 是方颖发给我的 陆月新 你输了 你知道云征哥哥为什么会让我代言少 是珠宝吗 因为云征哥哥想让我摆脱保姆女儿的身份 成为广告代言人后 我的身份就和云征哥哥般配了 云征哥哥如此为我着想 陆月新 你就嫉妒我吧 不过 你嫉妒也是没有用的 因为你现在是破落户的女儿 而我很快会是广告商的宠 我会有很多广告代言 不再是卑微的保姆的女儿陆月新 最终是我把你踩在地下 你输给了我 我无聊地笑了笑 原来方颖还沉浸在美梦里 不知道邵云征让她代言少是珠宝的真实目的 不过我不介意把监控里拍到的刚才在我公司门口的过道上发生的一幕发到方颖的邮箱里 傅一番 等我发完邮件 星某闪烁着深邃 诸人工心的样子 像极了你在大学辩论赛场上直指对方要害的样子 陆小姐 你可真是太迷人了 新的陆氏公司成立后 虽然规模很小 但是凭借爷爷留给我的专利产品的国际领先优势 不仅抢走了邵氏在国内的几个订单 还引起了欧洲商家的注意 以往欧洲的订单都是邵氏独享的 这一次 欧洲的商家给了陆氏和邵氏竞争订单的机会 欧洲公司来华代表团召开竞标会的前一天 邵云征在公司楼下拦住了我 她拿出一把钥匙交到我的手里 欧欧 这是你抵债给债主的陆家别墅 我帮你赎回来了 那里有你爷爷和你爸爸妈妈的回忆 也是我和你认识的地方 欧欧 那座房子里有我和你太多的回忆 我舍不得她 欧欧 我们再重新开始好不好 我已经把方颖送到美国去治疗腿伤了 我抬起头直视着邵云征 想知道 她这番话里 有几分对我的真心 有几分对陆氏发展势头的害怕 原来 她也会因为邵氏前景受到威胁而担忧 她在逃婚时 她明知道 一旦她不参加婚礼 原来谈好的投资 陆氏的资方都会撤资 陆氏会大厦倾倒 她仍然为了方颖 诉说腿痛的眼泪 让我一个人独守婚礼 她何曾考虑过我的难堪 和陆氏的生死 刀没有割到自己身上 是不知道痛的 我拒绝了邵云征递来的钥匙 毫不犹豫地坐进我的车里 开走了那辆车 抵押给的债主后来成了新路式的合作伙伴 债主已经把爷爷生前心爱的古董还给了我 我对那座别墅已经没有了眷恋 因为我早就把和邵云征的所有回忆埋葬在了深海里 年少起梦 只是一场镜花水月 我在招标会上侃侃而谈陆氏的产品优势 获得欧洲公司代表的频频点头 时负一番也屡屡投来惊艳的目光 昨夜 我断然拒绝邵云征 回家后 负一番约见了我 他说 富士想和陆氏合作欧洲的订单 并带来了合作协议 我问负一番 怕我拿不下欧洲商家的订单 想帮我 负一番洒脱 又率真的摇摇头 我从来不担心你的能力 只是欧洲市场的诱惑太大了 我想富士也能分得一杯羹 不知道陆女神能否给我入股陆氏的机会 我愿带着富士为彩礼入赘陆家 我咯咯地笑了起来 这些时光里 我已经对付一番 渐渐有了好感 只是我好不容易才从对邵云征的痴恋里走出来 我不想又很快陷入爱河中 我想再看看负一番的心 我阐述完陆氏的产品 轮到邵云征讲解邵氏的产品时 邵云征的助理却急匆匆走了进来 手里拿着的递给邵云征的资料沾满了咖啡液体 我哑然失笑 这次招标会 邵云征想挣得优势 体现邵氏的实力 把会议安排在了邵氏所在五星级写字楼会议室 我欣然答应了 因为我相信陆氏的产品优势 以及我为了这次招标会整整加班半个月的辛苦付出 即使在邵氏公司开会 我也会赢得这次招标 邵云征资料上的液体 我再清楚不过了 又是方颖的杰作 她不是第一次在邵云征的会议资料上沾染上液体 方颖回来了 我暗自欣喜 欧洲公司重视合作公司的做事严谨性 方颖的操作又给我添加了几分胜算 邵云征面色惨黑 欧洲公司的代表正在会议室里等待邵云征的讲解 她来不及让助理重新去打印厚厚的资料本 最后的结果 欧洲公司的代表当场决议 陆氏拿下了欧洲市场的订单 我长输了一口气 有了欧洲公司的长期订单 新陆氏可以和邵氏在IT产品这一板块一争高下了 离开会议室的时候 我在邵氏的走道里听到了邵云征的办公室传来的怒吼声 走到尽头往左拐 是邵云征的办公室 我无比熟悉的地方 在邵云征接管邵氏后 我无数次捏手捏脚地走进她的办公室 悄悄在她办公桌上放上我新漆的茶 轻声坐在沙发上默默看着她 怕吵到她的工作引来她的不耐烦 又期待着她会在喝茶时看我一眼 我以为邵云征是工作狂 可是方颖出现后 她可以在邵云征的办公室里肆无忌惮地嗑瓜子 吵着要邵云征陪她说话 她可以在办公室的沙发上小气 邵云征端着电脑到备用办公室和客户谈话 我以为不管是不是爱方颖在邵云征心里都是特别的 只是这一次我第一次听到邵云征对方颖的怒骂声 方颖委屈地哭了 云征哥哥 我不知道那些资料对你这么重要 这次回来你对我总是淡淡的 我这样做只是想你和我说说话 云征哥哥 你从来没有吼过我 我妈妈还在时都从来没有骂过我 又是搬出了方妈妈屡见的话术 然而丧失欧洲市场对邵氏的打击是巨大的 邵云征在愤怒中以固步地怜香惜玉 滚去美洲 我永远不要再见到你 方颖哭着冲出了邵云征的会议室 路过看戏的我时 愿独地看了我一眼 若是这一幕发生在邵云征逃婚前 我会有点幸灾乐祸 因为我总是患得患失的 比较我和方颖谁在邵云征心中更重要一些 现在狗咬狗 方颖并没有按照邵云征的计划去欧洲 因为邵云征来找我谈判 希望陆氏和欧洲公司的合作 她能够参股时邵云征喝下了秘书给我准备的水里下了毒 秘书是端给我的 但是因为我拒绝了邵云征的请求 邵云征烦躁地拉开领带时 喝下了 我还没来得及喝下一口的水 邵云征腹痛不止 我立即让人送邵云征去了医院 我也亲自去了医院 因为我想了解邵云征中的是什么毒 傅一帆 听说我差点中毒 出差的路上就让司机调转车头 立即奔来了医院 直到确认我安然无恙后 惨白的脸上不断喘着粗气 我轻轻拍了拍傅一帆的背 安慰她 待她平静后 让她帮我茶水 对我下了毒 很快 傅家的侦探给出了结果 方颖靠身体征服了邵家 送她去美洲的保镖征服了邵家 安排给她治疗腿的司家医生 靠前买通了我的秘书 所以保镖并没有送方颖去美洲 也是这个司家医生 在我和邵云征订婚后 和方颖一起制造方颖腿及男玉的假象 从我身边频频叫走邵云征 邵云征的病房里 我只是来告诉她 为什么中毒的邵云征 却躺在病床上 拉着我的手不放心 你心里肯定还爱着我 对不对 欣欣 你如果不爱我 你不会这么紧张 送我来医院的 对不对 欣欣你爱了我十年 你怎么可能说忘就忘掉我 欣欣 我不知道方颖是这样的人 我只是连她孤苦无依 又感谢她和她母亲救了我的命 欣欣 从前的事是我错了 现在陆氏也已经起死回生了 欣欣 你不怪我了好不好 欣欣 我们还像从前一样 我出院 我们就结婚 好不好 我对视着邵云征的目光 看着她的眼泪 想起曾经我深爱着她时 有一次 她对我说起她早逝的父母 流下了眼泪 我顾不得心中想起我父母的悲伤 紧紧抱着邵云征 轻轻擦拭着她的眼泪 一遍一遍告诉她 我会在她身边陪伴她的 可笑年少的人哪 就这样走散了 是她先抛弃了我 而我也不再会给邵云征陪伴的机会 傅一帆来到病房 中断了我和邵云征之间的沉默 她告诉我 警察已经以谋杀罪带走了方颖和我的秘书 邵云征挣扎着从床上坐了起来 刚刚还在苦苦哀求我复合的男人 转而又为另一个女人求起了情 欣欣 我知道是方颖的不对 但是我欠方颖妈妈一条命 方颖的腿也是为了救我才受伤的 欣欣 你一向是心肠最软的人 这次就算了 你放过方颖好不好 这次我亲自送她去美洲 我保证她再也不能回国来伤害你了 我心中毫无波澜地听完了邵云征的话 拿起手机里一段视频放到了邵云征面前 傅一帆早就调查清楚了 邵家山庄那场大火是方颖放的 因为方颖看到邵家富裕的生活后 动起了攀龙富凤的心思 她在夜深人静时放了一把大火 本来是方妈妈就出了中了浓烟昏迷的邵云征 但是方颖为了可以让邵云征内疚 增加自己攀上邵云征的筹码 故意把已经走出了火场的方妈妈 又推进了大火中 再主动自己烧伤了自己一条腿 伪造成事 自己救出了邵云征 这段视频 我一直没有发给邵云征 因为我想看渣男与绿茶纠缠致死 但是现在方颖想害死我 我就必须让绿茶受到法律的制裁了 邵云征看完视频 久久呆坐在床檐上 抓住床单的手上青筋逐渐突起 她打了一个电话给自己的助理和法官联系 让方颖活不下去 邵云征打完电话看着我 欣欣 方颖再也不会横在我和你中间了 欣欣 你听到我让她去死了 我深为厌恶地皱了皱眉头 请称呼我陆小姐 我和你早就没有关系了 只有我最亲密的人才可以叫我欣欣 我拉了拉傅一帆的衣袖 让她和我一起走出了病房 傅一帆送我回家的车里 她的眉梢眼角都是笑意 陆小姐 我可以称呼你心吗?我矫情地撇过头 还需要再考察 你下驾车停在我家门口的时候 负一帆牵住了我的手 欣欣 我不知道 没有经过你的允许这样称呼你 会不会冒犯了你 我真的很想成为你最亲密的人 欣欣 今天我以为是你中毒的时候 我在高速路上恨不得杀了我自己 如果没有你 富士对我来说也毫无意义 我想和你一起挣得一份叫陆富士的产业 陆氏销售给欧洲的IT产品 针对欧洲市场改良后获得了欧洲公司的认可 产品投入生产中 我松了一口气 陆氏终于重获在京圈的地位了 找上门来想和陆氏合作的客户络绎不绝 华灯初上时 我终于歇了一口气 准备和一直在等我的负一帆吃饭散步 邵云征的助理却找到了我 陆小姐 我知道来找您很冒昧 但是除了你 没有人能帮邵总和邵氏了 我本不想搭理小助理 急得快给我跪下了 无奈我随小助理去看了下邵云征 邵云征在他赎回来的我曾经居住的别墅中 小助理说 自从邵云征出院后 他就搬到了这栋别墅里居住 每日浑浑噩噩就看着我和他曾经的合影 沉默不语 邵氏的事情也不愿意管理 几个和邵爷爷一起创建邵氏的老股东本来就对邵爷爷把邵氏交给年轻的邵云征有意见 趁邵云征对邵氏疏于管理的时候 架空了邵云征小助理一路求着我 说邵总再不管理公司 邵氏就要换名字了 我走进我曾经居住的别墅时 一股刺鼻的酒精未传来 桌上红酒和洋酒混杂在一起的酒瓶横七竖八地摆放着 穿着睡衣的邵云征躺在沙发上 胡子拉叉 手里还拿着一个酒瓶 目光呆滞地看着我和他十五岁时一起去爬山的照片 小助理喊了几声邵总 邵云征才回过神来 一看到我 邵云征凝滞的眼睛里发出了久违的光亮 他站起来想让我坐 又发现沙发上一堆脏乱的衣服 原地转了两个圈后 急得把脏衣服都扔到了地上 用衣袖擦了擦沙发 邀请我坐下 又责备小助理没有提前通知他我会来 嚷嚷着要去卫生间里刮胡子换衣服 我看着邵云征慌乱的样子 指住了他手忙脚乱的惊喜 邵云征 我是来看你的笑话的 小助理惊呼了起来 陆小姐与我同来的傅一帆挡住了小助理 让他不要说话 我嘲弄地看着邵云征 这栋房子里确实许多我和你的过往 所以我今天之后永远不会再踏进来了 因为那些过往只让我觉得自己曾像傻子 你知道你逃婚后的三天 我在这个房子里 一个一个的债主上门逼着我还债时 我的恐慌和无助吗 我很开心 邵氏也大煞将清了 说完 我悠闲地拉着傅一帆走出了别墅的大门 邵云征手里我和他的合影飘落在了地上 犹如我和他的过往早已坠入尘土 邵云征却不甘心地捡了起来 拍打着照片上已斑驳的裂痕 不会的 欣欣不会放下我的 一定不会的 欣欣傅一帆轻唤着我的名字 走在曾经居住过的别墅区 看着我熟悉的花草与绿竹 只觉恍如隔世 不到一年的时间里 帆船已经转了舵 驶向另一边的浩瀚吴济帆 自从我答应和傅一帆交往后 我也总是调皮地叠字称呼他名字里最后一个字 欣欣 你天天都忙着工作 我像独守空房的寡妇欣欣 现在陆氏和欧洲公司的合作也走上正轨了 我们去旅游一趟吧 欣欣 你再不宠幸我 我都要发霉了 我忍不住扑吃笑出声来 傅氏难道不需要工作吗 你每天都洗手做羹汤 一副闲浮的模样 傅一帆伸出胳膊把我搂在怀里 傅氏有专业又忠心的职业经理人 我的职责是伺候好我老婆 喂 我还没有答应嫁给你呢 和傅一帆从苏美岛回来已经是半月后了 我刚到陆氏就迫不及待地让新上任的秘书通知下午开会 这个秘书是我重新挑选的 背景调查过 很干净 新秘书指着写字楼街对面的办公室说 陆总对面空置那间办公室 搬来了新的公司 有个人每天都坐在窗台望着你的办公室 我走到窗边看了看 一个熟悉的人影忽然趴在对面的窗边 热烈地望着我 手里扬着一张照片 是邵云征 我趴地关上了百叶窗 开始准备今天的会议议题 并嘱咐秘书尽快寻找更大的办公室 陆氏的发展越来越好 需要扩大规模 至于邵云征 等我换了办公室后 他已经租不起心地又正对着我的办公室了 我在苏美岛的时候 每日和国内的微信联系上看到了邵氏的消息 邵氏已经改了名字 在邵氏元老的作局下 邵云征只分得了邵氏很少的一部分股份 若不好好经营 这微小的仅存资产也很快会耗尽 邵云征忠心的小助理还跟着他 劝他把我曾经居住过的那栋别墅卖掉 换回来流动资金 重新成立公司 重新开始 可是邵云征坚持不可能卖掉 他每日握着我十五岁时和他的合影 睡在我曾经的沙发上 续着酒 欣欣一定会回来的 是我把欣欣搞丢了 可是陆月新永远不会回来了 他已经成为了一个深深爱着自己 亦有恋人 深深爱恋的人了 昨日种种 譬如昨日死 今日种种 譬如今日生 往事暗沉不可追 陆月新相信现在自己走着的路 光明灿烂 繁花似锦 现在我们来听听下一个故事 我妻子最近有些不对劲 我每次出差时候 他总说家里有人 于是我这次出差提前回了家 你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 我回到家里 看到妻子在家慌张地收拾卧室 她的手上正整理着衣物 那套衣服 是她生日时我特意买给她的衣服 她总是嫌不合适 一直没敢穿 没想到这次被她拿了出来 顿时让我起了疑心 听到我的问话 她显然是吓了一跳 支支吾吾地半天说不出话来 种种迹象让我感觉有点不对劲 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起疑了 一连几天回家 我都发觉有些异常 家里的东西总感觉有被移动过 但又没找到什么明显的证据 起初以为有小偷进来了 却发现手机信用卡值钱的首饰都没少 看来不是像是有贼进来 现在看来答案已经很明显了 一定是有其他人进来了 被人背叛的感觉让我顿时火冒三丈 那人是谁 你们在一起多久了 你打算瞒我到什么时候 什么人 什么在一起 你在说什么 妻子收起了衣服 放回了衣柜 一脸迷惑问道 你还装得还挺像 你是不是干了对不起我的事 这几天我出差 你们是不是把人都带到家里来了 还把我买给你的新衣服穿出来了 你够过分的呀 我一把把他推开 指着他的鼻子骂道 你说什么 你怀疑我背叛你了 妻子不敢置信地睁大眼睛瞪着我 难道不是吗 那套衣服我买给你都没见你穿过 穿给别的人倒是挺积极了 不是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衣服突然就被翻了出来 一定是有人偷偷溜进来做的 最近你出差 老不在家 我总觉得有人进来了 晚上睡觉 客厅总是传来异常的动静 我吓得都不敢出去 妻子急忙解释 样子有些神经质 看起来楚楚可怜 也不知饰演的还是真的像他说的那样 让我的不禁有些心疼 想起彼此恩爱的过往 怒气消了许多 跑去客厅仔细检查了一遍 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对方 想起妻子一直有神经衰弱的老毛病 也许是自己出差没有陪在他的身边 导致他出现了幻听 晚上的时候 我的怒气已经消退 想起之前对妻子太凶了 内疚地伸手安慰他 哪知对方尖叫一声 躲闪了开去 对不起 对不起 每次我睡觉 总感觉有一只恐怖的手 在摇晃床头 吓得我不敢睡觉 我不是故意躲你的妻子 发觉是我 顿时心慌地解释道歉 我不置可否地笑笑 妻子连我都不让碰了吗 这还不是没有感情了 心里却像是砍了一根骨头一样难受 对妻子的怀疑的种子已经被种下 渐渐生根发芽 几天后又我是出差的日子 我假装出差 却偷偷发消息给妻子 谎称岳父出事了 叫妻子连夜赶回老家去 而自己则偷偷回到了两人的住所 我倒要看看那个人是谁 一直等到半夜都没有动静 直到我盖着被子迷迷糊糊睡着了 突然发现有人摸我的脚 我吓了一跳 身子一个机灵 顿时困意全无 背后冷汗一下子冒了出来 浸湿了汗衫 难道真的有这种东西存在 我想缩回脚 可是因为太过恐惧 身体已经不听使唤 小腿更像是麻木了一样 一动也动不了 那只手察觉到我没有动 越发地放肆起来 轻轻地在小腿磨洒了一会儿 就朝着大腿方向落来 一股良意从脚底板升起 沿着脊椎一直冲到后脑 让我瞪大眼睛 不知该怎么办 那只手很是粗糙 还带着一丝油腻 似乎是手心上带着汗 手掌的温度传到我的皮肤上 让我感觉浑身起了鸡皮疙瘩 等等 有温度那种东西怎么会有温度 是人 对方是人 是那个家伙 我的脑子嗡的一下 怒气不可遏制地爆发开来 身上一下子热血翻涌 使出全身的力气 用力地朝着那手的方向猛地一踹 随着一声撕心裂肺的哀嚎声 什么东西撞倒的声音 我一个翻身 打开了床头的台灯 地上躺着一个穿着破烂的猥琐青年 此刻正捂着脸颊 缩在墙角哀嚎 知道对方是人 我已经不再恐惧 反而是满腔的怒气 无处发泄 拿起床头的烟灰缸 冲上去一通乱砸 只把对方砸得馒头是包 跪地求饶说 那个河南的是不是你 我揪着他的衣领 大声地质问他要是有半分犹豫 我会毫不客气地再走他一顿 大哥 大哥 我别打了 别打了 我只是个小偷 没和你老婆有什么关系 还不老实 刚才你在摸什么 信不信我砸死你 我给了他两巴掌 让他清醒清醒 继续贺问 别砸 别砸我 说实话 我以为今晚上只有你老婆在 就想趁机吃些豆腐 那我不在的时候 你做了什么 是不是已经做过了 没有没有 我胆子小 最多只敢摸一摸 其他的我根本不敢做 你还敢骗人 还有呢 你给我五一时的交代了 要是敢有一点隐瞒 我就拼了 坐牢也要先弄死你 那青年显然被我气势吓到了 只好老老实实交代我 我还偷偷翻了他的衣服 我最初真的只是想进来偷些值钱的东西的 后来发现你老婆的照片好漂亮 然后在你家翻找了一会儿 我迷迷糊糊睡着了 等我醒来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想跑的时候正好听到开锁的声音 我吓得只好躲到了床下 本来我想等人睡了 偷偷溜走的 等我从床下爬出来 才发现床上只有一个熟睡的女人 于是我又不急着走了 从厨房发了些吃的 吃饱了连着几天 我都躲在床下 一直只有女人在家 我的胆子才渐渐大了起来 听说今天你要出差 又只有她一个人在家 我才敢偷偷伸手吃些豆腐 哪知却遇到了大哥你 事后我把这个打成猪头的毛贼 送去了派出所 妻子知道后一阵后怕 抱着我哭了很久 从那以后 我很少再出差 每晚都搂着老婆睡觉 好了 第一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观看支持 接下来请听第二个故事 对异绿茶闺蜜 给我老公发来了暧昧短信 可她低估了我和我老公的感情 她不知道 她跟我老公所有的聊天信息 都是我跟她发的 晚上老公正在洗澡 她的手机放在沙发上 突然手机亮了一下 我顺手解锁了她的手机 好奇地看了一眼 是一个好友申请 而发出申请的人 是这几天突然跟我打得火热 成了我好闺蜜的女人 她的申请信息也很简洁明了 你好 我是碎碎的同事兼好闺蜜高清姿 我有些疑惑 我记得我没有把老公的微信推给过她 她是怎么找到这个微信的 出于好奇 我通过了她的好友申请 那边很快就发来了信息 清愁 你好 我是碎碎的好闺蜜 上次你接她下班的时候 我们见过的 还配了一个可可爱爱的表情包 鬼使神差的 我没有表露自己的身份 而是用老公的微信 继续回复她 年年碎碎 我记得你 怎么了 清愁 哈哈 没什么 正好跟朋友玩大冒险 我输了 他们叫加你好友 我就加了 希望你不要介意呀 说着又配了张图 是一张自拍 她的脸蛋红彤彤的 眼神迷离 一看就是喝多了的模样 发丝微垂 看起来很是诱人 背景能看出来依稀几个女生的人影 桌上放着酒和头子 我忍不住皱眉 一时没明白高清姿这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 又跟她聊了几句 她的言谈之间总让我觉得有些不舒服 自来熟的语气仿佛是故意的 又仿佛是无意的 总带着点蛊惑 就在这时 卫生间的门打开了 老公一边擦着头发 一边走了出来 她只在下身围了一条浴巾 水气阴晕 别有一番风流倜傥的坐牌 虽然早就习惯了 但是当她含笑看过来的时候 我有些忍不住感慨 我老公真好看 她走到我身边 俯下身 却是一脸的乖巧 她知道这是我最喜欢的模样 老婆大人 我洗完澡了 我们是不是可以就寝了 我故意撇过头 躲开了她呼出的热气 摇了摇手中她的手机 你自己看看怎么解释 她接过手机 看完了聊天记录以后 一脸迷茫 这人是谁 我连她是方氏匾我都不知道 老婆大人 你要相信我 我老婆是天下第一美 我老婆 在身边我怎么可能还会看别的女生惹我老婆不高兴 把她删了 就是吗 说着就要拿走手机删除好友 见我摇头不愿意 她也没有抢球 撒着胶把她的大头往我怀里蹭 我忍不住被她斗得乐出声 她眼见我笑了 又开始得寸进尺 这条泰迪又笑着抱住了我 只不过今天这事还没完 我也不打算这么轻易地 结果我无法确定高清兹添加我老公是故意想搞事 还是纯粹 只是像她说的玩大冒险失败了 不过玩大冒险 选择添加别人老公好友的这个行为 真的不像是群正常女人能做出来的事啊 如果她没有别的心思 就这么删了她 倒显得我小家子气了 如果她有别的心思 就算删了她 只怕还会有别的办法 倒不如就把她微信放在我眼皮子底下看着 看看她到底是个什么想法 于是我们两个人又磨叽了好一会 老公提出了一个方案 反正她有两个微信 一个是工作用的 一个是亲朋好友专用的高清兹添加的是她的亲友专用号 这几天她就干脆不用这个号了 直接在我手机上登录 如果真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找她 我看到了以后 直接通知她就可以了 看着老公一脸的坦然 我点了点头 表示了对这个方案的满意 解决了这个事情 她又可怜巴巴地看着我 如果此刻她有一条尾巴的话 尾巴必定被她摇出了花 妥妥地忠全老公一眉 老婆 我现在可以诱惑你 跟我回房了吗 我低头假作思索 在她神情开始变得急切的时候 终于对着她奄然一笑 好吧 诱惑成功 第二天上班 高清兹依旧亲亲热热地同我打招呼 一副好姐妹的模样 我也不动声色地回应着她 我们两个人之间倒有种奇怪的和谐 过了一会 正当我的工作渐入家境的时候 手机又震动了一下 我打开一看 是老公的私人微信来消息了 发消息的还是高清兹清愁 图片点缀 PG图片内容竟然是我给办公室饮水机换水 关键是把我拍得好丑 清愁碎碎的力气好大哦 在家里是不是经常欺负你啊 再附带一个偷笑的表情包 我瞥了一眼高清兹 只见她正嘴角含笑盯着手机看 应该是在等回复 好气 我直接把照片转发给了老公的工作号 很快 老公那边就回复了十则年 我老婆真好看 年年岁岁 你是什么时候下的十则年 就算你是我老婆 也不可以这么说她 行吧 跟这个男人真的没啥好聊的 还是我自己回复高清字 年年岁岁换个水而已 还好清愁好羡慕岁岁老公对她也这么好呢 清愁不像我 我连挪洞内亭水都做不到 果然我还是应该再加强一下锻炼呢 哎 我一阵恶寒 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她溢出来的撒娇 好你个小绿茶 还敢在我老公面前上我的眼药 想到这里我有些生气 刚想直接跟她闹翻 然而转念一想 就正点聊天记录 只怕说出去也未必有人信 反而容易被她倒打一耙 说我想太多 还是先跟她虚与尾夷吧 如果她能知难而退 我也不想为难她 如果她非要自取其辱 那我只能叫她知道 觊觎别人的老公是一个很不善良的品行 又敷衍了她几句 可她竟然完全没察觉出来我的敷衍 又发消息问我老公要不要一起吃饭 当然了 他们第一次一起吃饭得带上我 巧了吗? 不是 老公昨晚就说了今天要来接我下班 然后一起出去吃晚饭 犹豫了一下 还是答应了她的约饭邀请 又告知了老公双人晚餐变成了三人行这件事 对此事老公表达了她极大的不高兴 为了让她同意 我答应她下次一次补上和她的二人约会 绝不爽约 又说了许多好话 才换得她的笑脸 下班高清自挽着我的手 意料之中地对我提出要一起吃饭 走到公司门口 老公实则年已经等着了 我远远地看过去 他一只手插兜 伴依在那辆渣男们都爱得奔驰大巨的车门边 一米八的身高 高挺的鼻梁 健眉清明 不怒自威 不苟言笑的时候还挺有一番气势 倒也难怪总会有人前赴后继地想要引起他的注意 我还未开口 身边的高清姿已经惊喜地喊出声来 则年这边 我忍不住皱起眉头 则年他喊得我老公 喊得可真亲热 石则年寻声看了过来 同我目光相对的那一刻 脸上冰雪消融 扬起了一个热切的笑容 同时快步向我走来 高清姿还想要出言寒暄几句 则年 你是什么时候来的呀 等多久了 我们今天他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石则年打断了 他一个眼神都没有分给高清姿 只接过了我手里的包 又帮我按了按键 老婆 上班辛苦了 早就跟你说了 这个班别上了 我养你 或者你来我公司 什么职位随你挑吗 余光瞥见高清姿有些发白的脸色 我滴滴叹了口气 却也并不打算给他解围 我又不是圣母 便接着石则年刚刚的话题 称道 你那公司跟我的专业又不对口 我还是想做点我喜欢的事情 正说着话 我们已经走到了车边 他殷勤地替我打开副驾的门 我刚要坐进去 高清姿却猛地把我挤到了一边 得亏石则年眼疾手快扶了我一把 我才没有跌倒在地 也就在这时 他静止坐上了副驾 用他那夹子般的声音 焦滴滴地对我们道 我有晕车的毛病 碎碎 你向来生亡就让我坐副驾好不好吗 说着 还用水汪汪的眼睛 一直瞟着石则年 这下直接把我给气乐了 索性一言不发 也直勾勾地盯着石则年 看看他是什么反应 果然 他不耐烦地翻了个白眼 我跟我老婆吃饭 你非要插进来 我们都没说你什么 现在还敢挤我老婆 这是你的车吗 让你这么嚣张 别看石则年在我面前那么狗 面对外人他都是特别高冷的 或者说高冷是他的保护色 谁要是敢不顾高冷这层外表 继续接近他 那就只能面对这个狗男人无尽的毒舍 一席话说得高清姿渲染玉气 似乎没料到微信上看起来好说话的男人 一见面居然这么不留情面 他有些慌乱的辩解 不是的 我不是故意的 我只是有点头晕 石则年的眉头又一次皱了起来 头晕就自己回去 你要是吐 我车上赔多少都换不回我的车 眼看着势态就要升级 我赶紧出来打圆场 不留痕迹地瞪了他一眼 好了好了 多大点事 薪姿则年 他心情不太好 你也别太介意 要不你还是继续做副驾 我来开车吧 不行 高清姿还没说什么 一向顺着我的石则年 直接表示了反对 我挑了挑眉 只听他声音闷闷的 我还在呢 哪有让我老婆开车的道理 说着 他目光灵力地看向了高清姿 吓得他一个哆嗦 如果你实在难受 我现在给你打辆车 送你回家 如果你没问题 就自己坐到后面去 再给碎碎道个歉 高清姿有些不情愿 但是看到他的神情 也知道 如果再这样下去 面前这个男人 可能真的会把他拎出去 于是乖乖下了车 走到后座 语气还是娇娇柔柔的 对不起 我以为位置是随便坐的 我坐后面也没有关系的 你们不要因为我生气吗 真是好大一朵白莲花 我跟石则年对视了一眼 两个人默契的 谁也没有出声接他的话茬 我更多的是无奈 石则年的脸色却直接有些发黑 可不是吗 他期待的二人空间没了 哪怕我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 他还是不开心 只不过现在我也有我的想法 面对高清姿这样一个脸皮厚的人 就这么把他赶走 也太不痛不痒了 游戏才刚刚开始不是吗 晚餐定在清耶料理店 这家店是会员制的 坐落在十八楼 里面还有砖人在拉小提琴 大片的落地窗 一眼就能看到窗外的风景 本来是窗边的双人座位 现在加了一个座 高清姿的位置是正对着窗的 看到这里 我才开始有些后悔 池则年应该是想跟我单独约会的 可我因为赌气 也因为好玩 同意了这个绿茶的加入 倒破坏了我们原本的浪漫气氛 只是来都来了 现在再说也没什么意义了 索性我嗅起了恩爱来 阿年张嘴 石则年也很配合的张嘴 吃掉了我 送到他嘴边的菜 注视着我 目光柔和 老婆大人也别光顾着我 你也多吃点 看看还有什么喜欢的 我们再点 我满意地捏了捏他的脸 顺水推舟 准备再加一些甜点 高清姿搅柔造作的声音又一次响起 打断了我们的狼情惬意 碎碎 你是得多吃一点 能吃是福 这样身体也能更壮一点 我也好想吃 可我天生胃口小 所以特别容易体弱 爱 说着还故作俏皮地对着石则年眨了眨眼 石则年不悦地皱起眉眼 看着他又要发作 我赶紧捏了捏他的手 按下了他的火气 大庭广众之下 我还不想吵架 真跟高清姿闹起来 我们的好心情也没了 谁知道我的忍让只换来了他的变本加厉 他又一副知心大姐姐的模样对着我规劝道 不过碎碎 你也别嫌弃我说话难听 这里消费可太高了 咱们这点工资哪里消费得起这种地方 则年带我们来一次也就够了 还点那么多 这不是给他增加负担吗 他是不是觉得我平时穿的用的那些卡地亚爱马仕都是得火 还是觉得我全都靠的石则年 他不知道我是富二代吗 我一下子只觉得曹多无口 有些神情复杂 石则年突然笑出了声 高清自以为这是对他的肯定 神色越发得意 想要张嘴继续教训我 石则年却慢条丝理地打断了他 高小姐是不是管得太宽了些 他愕然 一下子愣在了当场 石则年却没多看他一眼 温柔地用纸巾替我擦了擦嘴角 才继续笑道 高小姐难道不知道我是吃软饭的 我家岁岁出来工作只不过是因为兴趣 跟你这种没了工作就吃了上顿没下顿的人可不一样 高清自正欲开口 石则年轻轻摇了摇头 示意他不要说话 明明还是笑着的 可是整个人都散发着一种唯我独尊的气场 我在高清自的脸上看到了一丝畏惧 他又继续道 高小姐一辈子都不会来到这种店吧 我家岁岁心肠好 带你过来 你安心地当个背景板就好了 怎么还老是学苍蝇嗡嗡地惹人心烦呢 这已经是当着面辱骂了 偏偏高清自忍了下来 他苍白着面孔抢笑道 你误会了 我只是跟岁岁说些姐妹间的话 岁岁如果不喜欢听 也不必叫则年这么说 我一边说着 一边抓住了我的手 泪花迎满了眼瞼 不胜柔弱的模样 让人觉得再多说一句都会不忍心 只是我才不会不忍心 明明对他的人是石则年 他还要怪到我身上 觉得是我叫石则年 这么说他真是没救了 我摇了摇头 轻轻抽出我的手 你说的什么我并不在意 好好吃饭 尝尝这个是这里的特色 很好吃 见我们的态度都是淡淡的 他张了张口 还是把要说的话又咽了回去 这顿饭吃得还算心安 毕竟高清自已经被对地说不出话来了 除了偶尔抛给石则年的魅眼 以及他故作可爱的感慨 有些碍眼之外 别的都还好 反正我们也都不吃他这一套 他说他的 我们吃我们的 顺便再说一些 只有我们才知道的话题 叫他怎么都插不进来 一回到家 石则年就又变成了那个狗男人 欢快地跑去洗澡了 嘴里还念叨着 要我别忘了答应他的新的科研方法 我忍不住翻了个白眼 把他推进了卫生间 掏出手机一看 高清自竟然还没死心 又发来了好多条消息 青筹 则年 你别生气 是不是碎碎跟你说了什么 青筹 都怪我平时跟碎碎相处有些大大咧咧的 可能是我哪里做得不好 惹得他不高兴了 青筹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青筹 对了 你喜欢科比吗 我这里有一双科比签名的某克鞋 绝对的限量和情怀 是我托了好多人才拿到手的 我送给你做赔罪 他在发的那些消息我已经看不下去了 满脑子都是科比签名球鞋 看来他不仅脸皮够厚 连功课也做得够深 甚至知道石泽年酷爱打篮球 偶像就是已经逝世的科比 这双球鞋一拿出来 任何一个篮球迷都无法拒绝这个诱惑 到时候吃人嘴软 总得给他点好脸色 我手指在屏幕上动了动 却还是不知道该回复什么 正在发呆的时候 石泽年走了出来 他看我握着手机脸色不太好的样子 心里也有了数 问我 又是那个小绿茶 别为他心烦了 我已经派人去查他了 他这种人品肯定有黑历史 到时候看我不整死他 我把手机丢给他 在他看手机的时候 双手还住他的脖子 声音有些闷闷的 我感觉我做得还没有他做得好 我明知道我老公喜欢篮球 喜欢科比 怎么就没想到送我老公一双签名的球鞋呢 他听得好笑 伸手回抱住我 我的老婆就是世界上最好的礼物了 你每天为我操心那么多 我的衣服鞋子都是你买的 我拥有了那么多 为什么还要因为一个你没想到的角落 而觉得不满呢 说着又在我脸上啄了一口 况且你老公 我又不是生活不能自理的傻子 我喜欢的东西 我自己不能买吗 我们夫妻之间 有什么说什么就好了 不需要那么多弯弯绕绕的 这话说得我有些感动 眼里也开始有了泪光 可这人就擅长杀风景 他又轻挑地拍了拍我 一副皮呀 好了 快去洗澡 你今天答应我的事情可别忘了 要不然我跟你再洗一次也可以啊 我只觉得脸颊通红 赶紧白了他一眼 一把推开他 闪身进了卫生间 灵妻昨天闹得有些不愉快 我以为上班的时候 高清姿也该离我远一点了 结果他就跟没事人一样 又过来轻轻热热地同我打招呼 我有些无语 只能淡淡地应付着他 谁知他突然红了眼眶 带着哭腔问我 碎碎 你怎么突然对我这么冷淡了 我也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 你为什么总是要给我难堪 我有些烦躁 抬头看他 我怎么就给你难堪了 他却一抽一抽的 仿佛是受了天大的委屈一样 一直哀哀哭泣 惹得同事们好奇的目光不断地投了过来 还有人过来打圆场 怎么了这事 你们这么好的关系 有什么事不能说 开清姿怎么哭成了这样 高清姿揉了揉眼睛 目露感激 紧接着又瞥了我一眼 如受惊的小兔一样 立马收回目光 带着浓浓的哭腔 他看向来人 没关系的 灿风哥 碎碎对我虽然有些误会 但是我一定会跟他解释清楚的 许灿风一向就是高清姿的舔狗 文言也有些不悦地看向我 灵可碎青姿心地善良 你可别老欺负人家 我气得差点一口血没呕出来 我欺负他 你懂什么了 就跑到我们中间胡说八道 许灿风一脸正气凛然 我不懂 那你倒是说 就只会把人给惹哭 然后胡乱扣帽子 我气急 刚想掏出手机给这只舔狗好好看看聊天记录 却猛然想到 好像聊天记录里的确也没什么太明确的指向 眼看着高清姿还在哭哭啼啼地为我拉着仇恨 我索性转身离开 不看这对男女的一唱一鹤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不过这个小绿茶 你给我等着 等到他们都离开了 我憋了一口气 打开十则年的微信 给高清姿发消息 年年岁岁 昨天我脾气充了点 抱歉 对面直接秒回 清仇 没关系的 你心情不好吗 清仇 我还以为我哪里做得不好 今天还特地找岁岁想解释一下的 可是他好像真的对我误解很深 还羞了我 我该怎么办呀 清仇 对了 昨天说的球鞋 你要吗 我等会给你送过去吧 年年岁岁 球鞋就不用了 这么贵重的东西 我不能收 多谢了 清仇 哎呀 我们什么关系 送双球鞋 又能怎么样 年年岁岁 我们什么关系 对面发来一个娇羞的表情 清仇 我跟岁岁是好闺蜜 你又是岁岁的老公 你说 咱们能是啥关系呀 我一步一步地小心引导着他 他倒也谨慎 说出来的话都是寒寒乎乎的 没有明确的指向 不过我这么一松口 他也欢快了不少 像个小鸟一样 唧唧喳喳地发来了好多消息 很多话题都是石泽年喜欢的东西 看来他功课真的真不少 清仇 哈哈 我还以为我是个异类呢 周围女生都喜欢化妆品那些东西 就我经常抱着欧洲近代时 可没想到你也喜欢哪 清仇爱 没想到我们这么有共同语言 要是我要点遇到你就好了 我没有附和他 但也没有明确拒绝他 让他带着点希望 主动发出那些消息 然后把这些记录都一一截图下来 有一搭没一搭地陪他聊了一天 整个人都觉得好累 下班后 他破天荒地没来找我 只是远远地看了我一眼 眼神里带着得意和些许怜悯 不会吧 不会吧 他真以为他发的那点消息 就能让石泽年离开我照 就是石泽年开车来接我回的家 路上他跟我调笑道 你是不是用我号跟那个绿茶说了什么 刚刚我在公司门口等你的时候 他看我的眼睛都快抽筋了 要不是你出来得快 他还得来跟我搭讪 我有些好笑 把今天的事跟他说了 又问他昨天说查高清资的事 有没有查到什么 一说起这个 他眼睛都亮了 趁着红绿灯的空隙 要公事地拿出一个文件袋 这绿茶的资料可敬爆了 我本想回家再给你看的 你实在好奇的话 现在就看也行 我笑着翻看了起来 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这高清资在高中的时候就是一朵白莲花 之前他翘了墙脚跟校爸谈恋爱 被校爸的女朋友带人打了一顿 还放话 见他一次打一次 把他逼得再也待不下去 浑浑噩噩之下 高考成绩也不行 只能记了一所绩效 照理来说 以他的学历文凭 是进不了我们现在的公司的 可是他在绩效的时候 不知怎地 竟然跟我们现在公司的一位部门经理混在了一起 还拿了对方的一套房子 当初那个经理的老婆也是幸烈的 曾经跑到学校要求开除高薪资 事情闹得还不小 经理到了现场以后 第一件事就是拉着老婆要回去 而高清资直接哭出了声 说着祝他幸福 自己不配之类的话 至于那个经理 也不负众望地选择 站在他的那边怒吼着 回去就要跟老婆离婚 后来学校本来是想着要开除他 他也不慌 便卖了从经理那里获得的房子 拿出一半的钱捐给学校 软硬兼施 又说自己会提前毕业 归处就是我们现在的公司 我们的公司再怎么说 也是世界五百强企业 学校得了面子 又得了理子 倒也没追究他这件事 甚至还帮他把事情都压了下去 这个经理也在今年年初调去了外地 但是两个人还时常有消息往来 我看得叹为观止 连连赞叹 突然想到一件事 盲问石泽年 你说 如果我今晚继续用你的号跟他聊天 然后把聊天记录发给那个经理 他是不是就不敢再做妖了 石泽年爱怜地摸了摸我的头 老婆 你真善良 居然只想发给经理我善良 大兄弟 你对我的滤镜是不是有点重 晚上继续跟他聊天 倒的确是有必要的 不过他眼里闪过一丝狠意 老婆 你猜 如果你们这位经理的妻子知道了 高清姿非但没有跟自己丈夫断绝关系 还在丈夫的安排下进了丈夫所在的公司 会怎么做 我想了想 扎了扎嘴 阿年 你是要让高清姿走上绝路啊 他笑了笑 有些无奈 没办法 谁叫他今天还欺负我老婆了 我也没想到石泽年的动作居然这么快 第二天刚上班 远远地就看到公司门口围了一堆人 不得不说 那位经理的老婆战斗力是真的强 门口被拉了大大的横幅 上面写着高清姿 绩效毕业小三 不要脸 走后门进公司 末天里 我慢慢走近 就听到高清姿那莺莺的哭声 她的舔狗许灿风正在跟一个中年妇女唇枪舌剑 我说 大妈 你自己没有魅力 吸引不了男人往清姿身上 怪干什么 中年妇女应该就是当事经理的老婆了 也是不甘示弱 那个狐狸精就只会躲在男人后面 自己没有嘴是吗 我告诉你 你拿走的东西 那可都是我们夫妻的共同财产 你要是不吐出来 你看我不打死你 一边说着 一边又拉扯了起来 中年妇女还带了一堆人过来 许灿风一个人哪里抵得过那么多人的公事 更何况被带来的许多人还以劝嫁为名 死死地拉住她 于是她只能目自欲裂地看着高清姿被打 却毫无办法 其中一个人还对着她叹息 小伙子年纪轻轻 当什么舔狗 还是当这种女人的舔狗 泽泽 气得她只能无能地大喊大叫 至于高清姿 早就樱樱地哭出声 泪眼朦胧地看向周围 无助地道 不是的 不是这样的 我跟王经理只是普通的朋友 使他们胡说 语气中还带着哽咽 倒是引起了一些人的同情心 只是看着来势汹汹的经理老婆 这些人象征性地劝了一下 还是停住了 这场闹剧 直到王经理匆匆赶来 才算停止 他脸色发青 一来就驱散了众人 浮起高清之后又对着老婆勃然大怒 我早说了 我跟青姿没有任何关系 当初你就已经闹过了 现在还来闹 不嫌丢人 他老婆也冷笑一声 拿出一叠照片 只一眼 王经理就变了脸色 可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他老婆早就不管不顾了 对着我们把手上的照片都撒了出来 都来看看呢 看看你们以为的清纯女神都干了什么 老王背着我把财产都转移给了这个狐狸精 我陪着他风风雨雨走到现在 他却要为了这个狐狸精抛弃我 我心里苦 他老婆原先只是泼辣 现在突然打起了感情牌 反倒叫我们一下子有些同情 我捡起其中一张照片 好家伙 高清资丸的可真话呀 话说传播这种照片真的不会犯法吗 就在我走神的片刻 场上的事情又发生了反转 先前还死不认账的王经理 面对铁证如山也不反驳了 反而理直气壮的 还不是你这个黄脸婆 天天疑神疑鬼地惹人烦 我跟清资是真爱 要不是清资一直劝我 我早就跟你离婚了 你现在还这么不知好歹 又跑来闹高 清资也抽抽耶耶地说着 历姐 等你以后遇到真爱你就懂了 我已经在尽力不打扰你们了 可是你为什么总是对我抓着不放呢 眼看着中年妇女被气得说不出话来 终于轮到我出场了 我冷笑出声 是吗? 你跟王经理是真爱 昨天怎么又跟我老公说他才是你的真爱呢? 看到我高清资脸色大变 却还是强撑住一副小白花的模样 碎碎 就算我跟你之间有点误会 你也不能这么污蔑我 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我冷哼一声 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手机递给了王经理 王经理 还是先别急着护你的这位真爱 先看看他跟我老公的聊天记录 都在这里 高清资想要阻拦 却被机灵的中年妇女给挡住了 我笑了笑 找了个地方坐下来 王经理 如果你怀疑这个微信对面的女人不是高清资 那你就核对一下 看看是不是她的微信 我换了个舒服的坐姿 号整以侠地继续补充道 对了 微信里还有她发的语音 你也听听看 万一她跟你说这个号被盗了什么的 咱也能有个证据 不是吗? 说完无视高清资想要杀人的目光 我一手脱腮看向窗外 突然很想念石泽年 其实这些计划都是他想出来的 昨晚高清资又发来微信 里面充斥着各种试探和仰慕 石泽年就提醒我固定好证据 再引诱高清资发几句语音 堵死他辩解的路 那些内容真的是很诧异了 如果不是石泽年对我一心一意 换了任何一个人来 只怕都招架不住 泽年我好久没聊得这么开心了 你真的是我的知音泽年 要不我还是杀了你吧 碎碎一定会误会的 我也害怕再跟你聊下去 我会控制不住我的心 这句话是他用语音发的 语音柔软 充满了惆怅 再接着还有别的话 算了 我舍不得呀 要不你删了我吧 我自己真的下不了这个狠心 那些聊天记录 王经理越看脸色就越是灰败 良久 他给了高清资一个耳光 贱人 你不是说你最爱我吗 怎么一转头就勾打别的男人 高清资这时早就慌乱地说不出话了 他也没想到自己做的事情会一下子就这样被人抓包 王经理越说越气 我说你怎么这阵子跟我说什么为我好要分开呢 原来是找好下家了 也不看看你这姿色 除了我还有谁会要你 闹到最后 公司的领导也出了面 王经理滥用职权 胡乱招人 违反公司规定被开除处理 他的老婆也正式提出了离婚 临走前还说 一定会找高清资打这个官司 让他把从王经理那里得到的钱全都吐出来 至于高清资 肯定也是开除处理了 待到人都散了 高清资形容狼狈仇恨地看着我 林可岁 现在我什么都没有了 我的名声也全毁了 你满意了 我笑了笑 满意我当然满意 恶有恶报 我不该高兴吗 这句话应该是刺激到他了 他像是疯了一样扑过来要打我 这时从旁边伸出一只手 把他推倒在地 阿年 你怎么来了 不上班吗 我有些惊喜地看着来人 石泽年笑了笑 握住我的手 我不放心 你去公司处理了一些事 就赶了过来 还好赶上了 看着我们两个甜腻的样子 高清资有些疯魔 林可岁 你陷害我你早就知道了是不是 石泽年眉头一皱 有些不悦 我拍了拍他的手 示意我来 今天过后 想必高清资也不会再出现在我面前了 总得让我骂个痛快 我知道 但是那又怎样 是我让你起了坏心吗 是我逼着你勾引别人的老公了 是我叫你脚踏两条船的 今天的这一切是你咎由自取 跟我有什么关系 他被我骂得一夜 转头又有些受伤地对着石泽年道 则年 你看他这么凶 你为什么会看上这样的女人 石泽年却是笑了出来 宠溺地看着我老婆凶巴巴的样子 真可爱 高清资被他的无耻惊呆了 不可置信地瞪大了双眼 旋即 他似是想到了什么 捋了捋凌乱的头发 做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 泪眼汪汪地对着石泽年道 则年 你不要听灵可碎胡说八道 这一切都是他设计的 他知道我们有那么多共同语言 我们相谈甚欢 所以他极度设计陷害我 石泽年痴笑一声 神色很是不屑 我这么爱碎碎 对你又从来没有过好脸色 你凭什么会觉得碎碎嫉妒你 他张了张嘴 刚要辩解 我却听得有些不耐烦了 打断了他 你就不觉得阿年在手机上和生活里对你的态度不一样了 我告诉你 你跟阿年所有的聊天都是我用他的账号跟你聊天的 我就是想看看我有没有误会你 结果你这茶香四溢的 还真没叫我失望啊 一席话叫他震惊地后退了两步 接着疯疯癫癫地摇了摇头 满是不可置信 突然 他猛地朝石泽年扑了过去 却被他一脚踢开 他却不管不顾 竟知道 泽年 你看到了吗? 林可岁 他用心险恶 一直在陷害我 明明是你的微信 他偷偷用你的微信给我发消息 这么小肚鸡肠的女人 你看错了 他十泽年的声音有些冰冷 我不打女人 希望你别逼我 我的一切都是碎碎的 他用我的微信又怎么了? 再让我听到一句你编排碎碎的话 别怪我不客气了 我称怪地拍了他一下 心里却很甜蜜 高清姿 看在我们相识一场的份上 奉劝你一句 做人心要证 我证了正神色 继续道 做错了事不可怕 可怕的是 认识不到自己的错误 还继续犯错 到时候那才是一辈子都毁了 可他却一下子哭了出来 林可遂 你从小就锦衣玉食 父母把你放在手心 如珠似宝地养到大 然后又认识了十泽年 他宠你疼你 你什么都不缺 当然站着说话不腰疼 可是我呢? 我又有什么? 我小时候父母就离婚了 我一直记得 那个勾引我爸的小三 跟我妈说 女人想要的东西就要自己争取 天天想着奉献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她此刻的哭倒像是她的真情实感 没那么多搅柔造作 我叹了口气 听到耳边十泽年冷冷的声音 碎碎什么都不缺 是因为她这个人 值得你过的苦 也不是你心思歪的理由 想想你在认识我之前 碎碎对你好不好 你心里没点数吗? 你的身边难道就没有真心对你好的人? 只不过在你心里 他们都不配而已 还是说你只会以怨报德 这话说的 高清姿愣在了原地 哭声都止住了 实则黏搂着我轻轻道 我们走吧 再跟这种人说下去 也是白费口舌 我们走了没几步 就听到身后爆发了一阵痛哭声 哭得撕心裂肺 也不知道是后悔还是伤心于她此刻的处境 只是我们谁都没有停下脚步 这世上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的 大闹公司的那件事过后 高清姿就像是消失了一样 没人知道她去了哪里 她形象的崩塌 还是引起了一些人的唏嘘 毕竟她看起来一直都是那么单纯无害的样子 公司里暗恋她的人可不少 特别是许灿风 她消沉了很久 甚至一直在寻找高清姿的联系方式 只是一个铁了心要离开的人 又怎么会留下足迹 至于我 也终于迎来了一个好消息 我的腹中孕育了我和时则年 爱情的结晶 是指测试上出现了两条杠的时候 她高兴地把我抱了起来 转了好几个圈 一直到我笑着喊了头晕 才把我放下来 看着我爱的男人像条大狗狗一样 围着我团团转 想要亲近 又怕伤了我 离开远一点 又满是担忧 我只觉得又好气又好笑 拉起她的手 老公 我爱你 她回我以一吻 脸上满是幸福 老婆 我也爱你 接下来 请听第二个故事 大伯无儿无女 晚年想回老家 让我给她养老 父亲一句话 让众人闭嘴 说大伯一辈子无儿无女 其实也不算是很准确 至少来说 她有一个女儿 当然这个女儿也是我父亲的女儿 因为娟子是大伯 在外地捡回来的 只不过大伯说自己是一个光棍 没有老婆 也不会照顾孩子 后来就跟我父亲商量 把娟子送到我们家 他出钱 我们家里面人帮照顾就行了 现在娟子也结婚了 去了外地 而大伯年龄也大了 这两年开始想着回农村老家养老 于是就给家里人打电话 想住进我们家 让我给他养老送中 本来这种事情 大家都会反对的 谁知道父亲却说 这是我们欠他的 应该给他养老的 我爷爷去世得早 奶奶一个人拉扯五个孩子长大的 在家里面排行老大 十几岁的时候就跟着奶奶去挣公分 想着办法把弟弟妹妹养 大伯身高只有一米五左右 胖乎乎的人也很黑 每次过年的时候 父亲总是说 大伯之所以这么矮 是因为小时候正长 身体却扛起了整个家庭的重担 是生活把它压低的 说起来 我奶奶也是个高个子 我父亲有一米七八左右的样子 我大姑也有一米六几的个子 他们兄弟姐妹五个人 也就大伯没有到一米六 这么来说 父亲说得好像是在里的 只不过每当说到这样的话题 大伯就笑笑摆摆手 他说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情况 不用太在意 父亲说 那个时候 他们兄弟姐妹五个 再加上奶奶六个人 是住在村南投河边那个小房子里 其实是三间房子 只不过说中间没有隔断而已 而且厨房就在最东面 这是土房子 是爷爷当年给盖起来的 尤其是在后来爷爷走了之后 奶奶一个人拉着他们五个长大 常常大姑在照顾我父亲和小姑 他们大伯跟着奶奶出去想办法搞一点吃的 回来的时候 总是发现 父亲和小姑他们趴在地上哭的哭 闹的闹 这样的一幕幕让奶奶心疼 也让大伯心疼 后来十几岁的大伯就跟着村里人出去要饭 最远的时候去到过陕西那一片 后来经济条件好了 大伯开始走南闯北地去找活干 有的时候也不是为了工钱 就是为了一口饭吃 大伯说经常没有地方住 他睡在公园里 或者是睡在火车站那里 经常半夜被人驱赶 这种事情实在是太常见了 有一年 大伯终于兜里面存了几百块钱 过年的时候 他买了一个战票 占了十几个小时 从外地回来那年 听父亲说是他过最幸福的年 家里面终于买上了肉 也买上了很多白菜土豆 奶奶把白菜 土豆还有猪肉等等一系列的东西 放在大锅里一锅煮了 那是一个肥年 吃饭的时候 父亲都能把碗吃得干干净净 甚至还舔得干干净净 而在一看大伯 他哭了 他说一定要给弟弟妹妹赚更多的钱 让弟弟妹妹吃得更好一些 我二姑就是因为小时候吃得不怎么样 而且还生了一场大病 差点连命都没有了 大伯说是他作为家里面的老大 没有照顾好弟弟妹妹 没有给家里面赚到钱 如果那一次 不是邻居帮我们凑钱给二姑看病 恐怕我连二姑也没有了 大伯很自责 也很难过 他发誓到外地一定要好好赚钱 一定要让弟弟妹妹过上好日子 大伯没有文化 也没有什么技术 他看到什么厂招工 他就去什么厂 在工地上搬过砖 也给人家送过水 还在厂里面打过螺丝 在橘子厂包过橘子 在鞋厂做了很长一段的鞋子 总之什么活都干过 他把攒下来的钱都邮寄到老家 让奶奶给小姑他们买东西吃 不能苦了小姑他们 也就是那一年的年底 大伯从外地回来 并在村口把娟子给捡了回来 他说冰天雪地地走在路上 听到河沟里有哭声 于是就跑过去看 发现是个包裹 走近一看是个孩子 其实这种情况在村里很常见 大伯也知道 这个时候 孩子的父母应该是趴在某个地方偷偷地看着 然后跟一路 等以后孩子长大了 再领养回去 于是大伯就抱起孩子 朝四面八方喊了好几嗓子 还说了很多吓唬人的话 但没人出来 大伯就抱着孩子走了 他很欢喜这个婴儿 因为我父亲已经结婚了 而且那个时候 我也已经出生 但他作为家里面的老大 却始终没有结婚 心里面也很着急 只不过大伯自身条件比较有限 就算是相亲 也没有人看上他 当他捡回娟子的时候 满心是欢喜的 只是他也说了 自己没有老婆 也不会照顾孩子 他是粗人一个 最后想到一个折中的办法 那就是把娟子送到我们家 由我们来养 而养孩子的钱 是他来出 其实大伯不这么说 我们家也会这么做的 一来是大伯没有结婚 他这一年赚的钱 全都给我们家 或者是大姑二姑他们家 只要是他的弟弟妹妹家里面有困难 或者需要钱的时候 大伯总是毫不吝啬地拿出来钱给到他们 二来是那个时候 计划生育比较严重 我们家本身就计划着 只生下我一个就行 毕竟是个男孩 奶奶也很满意 后来大伯捡回了娟子 是个女孩 这下好了 儿女双全 我父母都很满意 奶奶也很满意 我父母结婚的那几年 其实一直都跟着奶奶住在那三间土房子里 大概是在我五岁的时候 附近都里面有一些钱 就想着在另一处宅子盖房子 也算是分家吧 毕竟那个时候 我们是一家四口人了 而且父亲也始终觉得大伯应该也会结婚的 只不过现在没有女孩看上他 未来是不一定的 而那个老宅子就留给大伯和奶奶住好了 我还记得当年我们家盖房子的时候 大伯从外地回来帮着我们家做了一个厨房 他一遍遍的是那个烟囱 能不能出烟 一遍一遍地给我们盖房子 往事在历历在目 后来大伯好像把结婚这件事情抛之脑后了 或许他觉得自己也没有什么希望 于是就拼命地在外地赚钱干活 甚至过年的时候 如果说买不到回家的火车票 他就在外地住 有时候一两年没有回来 奶奶想他了 就给他打个电话 问他什么时候能回来 其实大伯挺自由的 他没有什么负担 想回来也就回来了 我记得大概是娟子上初三的那一年 大伯从外地回来 娟子抱着大伯哭了很久很久 大伯看着娟子的样子 还说娟子长高了 长到一米六了 他还自己嘲笑自己 说到目前为止自己依然是家里面最矮的那个人 后来我和娟子都考上了大学 尤其是娟子 他去成都读了大学 并在那里毕业 谈的对象也是成都的 工作几年就在成都安家落户 其实一般情况下 像女孩远嫁 家里面是万般不同意的 但对娟子这种情况来说 大家都心知肚明的 而且娟子也知道自己的身份 所以在结婚这方面没人出来阻拦 只要娟子同意 我们就没有意见 不过在结婚之前 他还是征求了我大伯的意见 毕竟是大伯把他捡回来的 而大伯这个人 对一切事物都没有什么刻板的印象和追求 他就说只要男孩对娟子好 他也就放心了 就这样娟子结婚了 在结婚的时候大伯做了主位 而娟子带着他老公给大伯磕了三个响头 那次是我第一次见大伯哭了起来 他一直说娟子这半生不容易 希望男孩好好照顾娟子 我和娟子都结婚之后 家里面也确实没啥人了 而大伯更是常年在外地 毕竟奶奶也去世了 大伯对于老家没啥留恋的 而且那老宅子早就房子坍塌 他也觉得没有回去的必要 就在外面生活着 偶尔过年的时候 他会回到农村老家 但一般情况下都是住在我们家 父亲总是说大伯住在我们家是应该的 因为当年我五岁的时候 我们家第一次盖房子是大伯帮着盖的 到后来我结婚的时候 也就是现在我的这个房子是两层小洋楼 其中大伯出了一半的钱 父亲总是说 这个房子 这个家庭 其实都是大伯扛起来的 虽然大伯没有子女 但父亲不止一次地告诉我 要让我对大伯好一点 其实我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然而这一天终究是来了 大伯年龄大了 再加上常年累月的不注意身体 早就把身体给熬垮了 那一次他给家里面打电话说 想回农村老家 回去之后可能就不再出去打工了 言外之意就是想回农村老家养老 谁给他养老呢 自然是我 我还没有做决定 毕竟现在一个人养几个老人 再加上车贷房贷有比较有压力 母亲也觉得实在是有点难 但不等众人分说 父亲就替我做了决定 他说 让大伯回来 让我给他养老旧 还让我再三劝告大伯不要有任何心理负担 只管回来就行 家里面的房子够他住的 也确实盖了两层楼 别说是二楼了 哪怕是一楼 也是够住的 大伯还没有回来 我早早地给大伯在西侧收拾出来一间房子 让大伯住进来 大伯住在我们家 跟着我们生活 村里面的人都说 大伯在外地工作这么多年 手里面一定有钱 是因为大伯手里面有钱 所以我才给他养老的 如果说大伯没钱 我们家肯定是不会待见他的 每当听到这话的时候 我都想反驳 但父亲不让我去反驳 毕竟村里面的人就是这样 什么话都会说 毫无根据地说 没必要理会 只需要自己心里清楚就行 我儿子喊大伯 叫大爷爷 每天都会跟着他屁股后面溜达 在村里面 大伯带着我的孩子随处走动 当别人问这是谁的孩子的时候 大伯总是说是他的孙子 别人先是一愣 后来哈哈一笑 也就明白是什么意思了 过年的时候 大姑 二姑 三姑 他们都来到我们家 他们兄弟姐妹五个人 在我们家里面团聚总是很愉快 尤其是二姑 每当过年的时候都会给大伯满身衣服 他说当年如果不是大伯赚钱给他看病 可能也就走了 也就不会有现在的家庭 而大伯总是不让二姑再提过去的伤心事情 甚至越说大伯越自责 他说自己作为家里面的老大 没有照顾好兄弟姐妹 让兄弟姐妹受了那么多的苦 他作为家里面的长子 是惭愧的 是自责的 但就像大姑说的 他做得已经很好了 那个年代 能够陪着长辈 把弟弟妹妹四个人拉着长大 已经是很不容易 这两年 大伯忽然间病重 大姑和二姑他们 经常去我家里面看望大伯 甚至还要带着他上大医院里面去看 只不过大伯说是 自己的年龄到了也是时候了 就不必多强求 一直到临终前一个月 大伯把我喊回了家 并给了我一张银行卡 那是他所有的积蓄 说了密码 还跟我说如果有时间的话 把这里面的钱取出来一半去上成都把钱给娟子 剩下一半让我自己留着就行 我看到大伯也很心疼 我知道他一直在惦记着娟子 哪怕是现在这种情况 还是放心不下 娟子临终前一个周 我给娟子打了电话 他千里迢迢从成都赶回来 看到大伯躺在床上的时候 扑通就跪了下来 他一直说自己不孝顺 是对不起大伯 还说自己就不应该远嫁 甚至埋怨大伯当初为什么不拦着他 埋怨我们没有把他当家人 此刻的大伯已经很虚弱了 但还是笑了笑 他说自己这一辈子没有老婆 也没有自己的孩子 他不懂得怎么照顾和教育孩子 只是知道当孩子提出想法的时候 他应该满足 而不是拦下来 大伯终于还是走了 走的时候 娟子哭倒了 一直在屋里面打着点滴 送葬的时候 娟子也没有去送葬 是他老公跟着队伍 去到村外下葬的 下午后 宴席已经结束 院子里面所有人都已经走了 甚至连做菜的师傅 也开始把桌子凳子全都收起来了 刚才还热热闹闹的院子 现在一下子就没人了 大伯是在我家病重的 也是在我家安排的葬礼 很多人说应该把大伯放到村子里 村为那个公共场地去 毕竟大伯不是我的生父 而且这种事情还是比较忌讳的 还是比较晦气的 然而我才不管这些 毕竟大伯就是我的家人 我又何必讲究那些有的没的呢 大伯这一辈子没有老婆 没有子女 但我和娟子就是他的孩子 这一辈子他为了他的弟弟妹妹 也为了我和娟子 也为了我的孩子 一直在努力着 从来没有考虑过自己 甚至在临终前 还把自己的银行卡全盘交给了我 他的晚年我自然要照顾好 往后的逢年过节 往后的清明节我都会从外地回来去给大伯上坟 有时候在坟前也会给娟子打个视频电话 也算是我俩一起给大伯上坟了 大伯的一生辛苦了 现在我们来听听下一个故事 我的彩礼是男朋友主动提的 那天是我二十五岁生日 他在可以关和夜景的摩天轮上跟我求婚 浪漫的话说了很多 但他却突然不合时宜 谈到彩礼 让我觉得一切都是他不好的局 宝贝 我家没啥钱 彩礼只给二万八可以吗 没出几天我发现自己大姨妈推迟这两万八也不给了 他们还打电话教育了我一通 现在都流行男女平等彩礼 那都是封建糟粕 现在你已经有了我们老王家的后了 就别提这些没用的了 还好等检查报告出来 我没怀 只是内分泌乱了 本来我家还打算陪嫁一辆宾利欧路当逮捕车 这下彻底用不上了 我忘不了 五天前 我满心沉浸在求婚的浪漫氛围里 王献却突然对我说 宝宝 你也知道 我家没啥钱 我妈的身体也不太好 彩礼我家只有两万八千可以吗 再多 可就要我全家的命了 我知道你不是其他那些虚荣的女孩 非得在彩礼上攀比 我那时 脑子有一瞬间的空白 不知道用什么态度回复 我家坐标北方 二线城市 结婚大多是十五万左右 彩礼十五万 嫁妆全部都给小夫妻当作新家启动资金 这个价位 王献心里清楚 28000这个数字 只让我感到羞辱 甚至不敢我爸妈开口提及 可今天在王献给我买的红糖浆茶 让我猛然察觉 自己大姨妈 已经推迟了一周没来 我慌了 一边给王献发信息 我大姨妈还没来 是不是中奖了 一边用手机赶紧挂妇产科的号 突然一个陌生号码打进来电话 我接起 王献妈妈李东梅的声音传来 小夕吗 我是王献妈妈 我礼貌地回了一句 阿姨好 可下一句 这可能成为我 未来婆婆的女人 直接把我按在地上羞辱 小夕 听说你有了 我先恭喜你 阿姨想跟你谈谈彩礼的事情 王献说 你觉得少了 现在年轻人不都流行男女平等吗 彩礼那都是封建遭破老皇历了 我忍王献 那是因为 他是我交往了两年的男友 我就见过你一次 好意思来 跟我说嘴 阿姨你的意思是 二万八不给了 对方奸细的声音传来 现在你都有了我们老王家的后了 还聊这些有的没的 不是耽误时间吗 我愣住了 潜藏的大小街脾气一下子上来了 我冷笑一声 你让王献来跟我说 说完我就挂断了电话 开车就去医院了 一路上 王献给我打了无数次电话 我都没接 我爸妈一直不满意王献的家庭条件 但偏偏 我喜欢他这个穷小子 已经让步说 按照市场价格来就行 现在一会儿给我来个二万八这种羞辱人的数字 一会儿知道我怀了 连这点钱都不给了 我是既愤怒又庆幸 愤怒被男朋友这么看不起 又庆幸我家的条件 王献从未真正了解过 可当化验单出来后 我一看 CG指标正常 这难道是我心急地跑去诊室 医生 您帮我看一下 这个意思是 医生看我气喘吁吁的样子 安慰到 没怀 别心急 孩子以后会有的 我顾不上解释医生的误会 继续追问 那我怎么好几天没来月经 可能是内分泌紊乱 你注意别熬夜 清淡饮食 不要多思多想 如果半个月后还不来 就再去内分泌科挂个号看看 然后连药都没给我开 就让我走了 合着不是怀孕 是那晦气的两万八 给我堵住了王献的电话再次打来 我按下接通 我那句分手还没说出口 王献他们的声音又通过电话爬来了 小夕检查怎么样 大夫说是男是女了吗 旁边王献微弱的声音传来 妈 哪有这么快的 你懂什么 有些老中医刚怀的时候 就能给号出来 问问怎么了 我一个字没说 母子俩在那跟俩大傻子似的 聊得还挺开心 王献透着得意的声音传来 西西 我跟我妈聊过了 两万八千 还是给我们 咱们用这个钱婚后一起买个车 我看单位那些同事上班 都得开个车 你觉得怎么样 我心里冷哼一声 二万八的车 然后李东没声音又传来了 小夕 这钱既然给你 那就得花在刀刃上 我儿子结婚之后 不能没个车开 剩下的钱 你家补就行了 我懒得纠缠 冷冷说道 王献 我们分手吧 屏幕那头 王献愣了一下 随后有些恼火起来 你说什么 你要跟我分手 就为了彩礼 你就要跟我分手吗 你家到底是嫁女儿 还是卖女儿啊 何悉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跟我分手 还有谁会要你 王献的话 让我手上的指甲 狠狠地掐进肉里 胃里也直犯恶心 这几年 我大概是真的二臂 没看清身边的男朋友 是个豺狼 我不回答 电话那边李东没又开始了 张着破罗嗓子 喊得直战耳朵 小贱人 你吓唬谁呀 还敢提分手 现在你说了可不算了 反正你肚子里怀着我老王家的肿 就算死也是我们老王家的鬼 你耽误我儿子这么久青春 现在说分手 我告诉你 你要是敢打掉我大孙儿 我就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是个被我儿子玩过的烂货 破邪 看你一家子出门 被不被人戳几两骨 我生平第一次被人骂这样难听的话 我本可以直接拉黑王线跟李东没的电话 然后老死不相往来 但我现在不想这么做了 我特么厌不下这口气 他们母子居然以为我怀孕了 就变着法地欺负我 如今居然还威胁上了 敢分手 就让我身败名裂 见我一直没回答 王线对着电话对我说道 小夕 你想通了吗 声音里透着说不清的威胁 我看着手里检查单上的正常的 不能再正常的CG值 对着手机轻声说道 想通了 王线得意地声音传来 那就好 我也冷淡地回了一句 好 然后我把手里的化验单钻成一团 扔到了垃圾桶 从网上下载了一个确定怀孕的B抄单 披上了自己的名字 宫内早孕三十五天 王线 你不知道你错过了什么 但我会让你知道 你即将要付出什么 我把辟好的化验单打印出来 没再跟王线提分手的事情 第二天一大早 王线想是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 说要接我去见李东梅 一块吃顿饭 何希 你昨天说那些话太伤人了 你一会得跟我妈好好道歉 她昨天差点气得犯心脏病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 本来也不是什么大事 不就是彩礼少点吗 你要是真怕你爸妈那关过不去 你手里应该还有点积蓄吧 都添在彩礼里头呗 这样咱们两家都有面子 你说呢 我说啥真特么是小到拉屁股开了眼了 你家出不起彩礼 让我拿我自己的积蓄出来给你充面子 不过这种感觉好熟悉 我突然想到之前我和王线一块出去吃饭的时候也是这样 他说大男人不能让女人结账 别人该笑话他吃软饭了 所以他每次都先让我把饭钱转给他 然后他再去前台结账 有一次买奶茶我没给他转钱 他送我到我家楼下 临走的时候都不忘提醒我一句 你的那杯十三好一个软饭硬吃啊 这种事 以前我没往心里去 现在看透王线的嘴脸 以后才发现他形势中处处都透露着精明算计和小气 他家里是农村的 不算偏 但是很远 等我们下车的时候都已经下午了 明明是他家叫我去吃饭 结果进了屋 却连点热呼气都没有 我一进门 他们看到我搭了着眼皮点点头 就算是打过招呼了 感情这不是接我过来吃饭的 上来就给我个下马威 他盘着腿往炕上一坐 下巴威抬 来了 小姑娘 想通了就好 以后咱们还是能好好过日子的 听王线说 你不会做饭 不会没关系 我教你 一会我做饭 你就在旁边打下手吧 顺便学一学 我说了一句 我学不会 以后可以请阿姨 李东梅粗大的嗓门 一下子叫出声来 横眉冷对地盯着我 不会做你还不能学吗 不然以后结了婚 谁做饭呢 我儿子可是不会进厨房的 媳妇还没娶到手 就想让我学做饭 伺候他儿子 王线他们的脸 顿时就黑了下来 不赞成地瞪了我一眼 你一个月才赚多少钱 王线的工资 以后还要交给我 我知道你家里条件还行 但现在既然你要进老王家的门了 以后就不能大手大脚花钱 还好你家有个房子 否则就你那点死工资 攒几辈子才能付得起首付啊 我憋了一肚子的火 感情我爸妈给我的宠爱 成了为他家政的 他家没男人吗 我假意服从 好的 都听您的 吕东梅见我服软 这才恢复正常 行了 我也不是要埋怨你的意思 多跟我学着点 以后好好伺候我儿子就行 他们以为我是自残行贿了 我故意趁着吕东梅在厨房时候 把化验单放在了桌上 他们妈端着盘花生米出来 看见化验单笑得眉飞色舞 连说话都更硬气了 何惜 你应该知道 怀了我们老王家的种意味着什么吧 女人不自爱 就像烂白菜 也就是 我儿子不嫌弃 你是个随便的女人了 这福气 不是谁都有的 你可得好好珍惜 这福气给你 你要不要 是没有随便的男人 靠女人自己想怀孕 也挺难的吧 他们被我噎了一下 眉头皱得都能夹死一只苍蝇了 那也是被你这种女人给勾引的 坐在饭桌上 她还没忘了继续说叫我 我们下江的女人就是要以男人为天 以后你嫁给我儿子就要贤惠一些 那些家务什么的可不能让她碰 还有我们家很开明的 绝对不逼着你在家做什么全职主妇 你只要能把我儿子和大孙儿照顾好了 想上多久的班都行 呵呵 这是又让我当保姆 又想让我出去赚钱呢 拉末的驴都没有这么使唤的 我夹菜的筷子一顿 看向她 真不好意思 我是长江上游的李东梅 啪地把筷子往桌上一摔 脸又搭了下来了 王线不悦地责了一声 何夕 你怎么跟我妈说话呢 赶紧给我妈道歉 好家伙 就这么一句就开始给我摆脸 我越发好奇 接下来他们还能做点啥 他们摆摆手 压根不在乎我脸色有多阴沉 他把身子往蚁背上一靠 双手插腰 摆出一副无所顾忌的姿态 何夕 我可告诉你 你别以为怀了我王家的肿 就能嘚瑟上天了 我儿子这么优秀 我是看你勉强还算配得上 才允许你进我家的门 否则 就算你怀了孩子 也是没用的 要是我们王家不要你吃亏的 可是你随随便便就跟人上床 还怀了孩子 传出去 还有哪个男人敢要你这个破烂货呀 我紧咬着嘴唇 尽可能地控制自己的表情 他看我浑身颤抖 以为我是在害怕 更加得意了 买车的事就不用我再多说了 还有我看你背的那个包不便宜 以后就别买这么好的包了 几万块买个这破玩意 有啥用啊 不顶吃不顶穿的 还不如拿来给我儿子置办几身衣服 他穿得好点 你脸上也跟着沾光 还有你名下那个房子 王线扯了一下他们的袖子 让他适可而止 我冷冷地看着他 等着下文 我名下是有一套房子 不过这跟他有什么关系 李东梅没管王线的眼色 自顾自地往下说 那套房子就卖了 等你俩结婚以后 再换一套新的 写你俩的名 我简直要气笑了 想把婚前财产变成婚后财产 还好我当时听我爸的 留了个心眼 只告诉过王线这一套房子 否则要是让他家知道 我家这样的房子还有几十套 还不得趴在我和我父母身上吸血 我恨不得 现在就把真正的运简单 甩到他们脸上 告诉这俩 我根本没怀孕 但我克制住了 现在还不是时候 我必须要让他们母子吃点苦头 李东梅说到最后 话题又转回到彩礼上 希希 你家就你这么一个女儿 嫁妆总不会太少吧 准备给多少啊 我心里一合计 随口说了一句 五万 这都快赶上 他家二万八的两倍了 应该够意思了吧 结果他们眉毛一粒 狠狠地白了我一眼 何希 你是你爹妈亲生的吗 不会是拿捡回来的野种吧 结个婚才给五万 你们连个带把的都没生出来 留那些钱在手里 有啥用 还不如都拿出来给你赔送当嫁妆呢 回家你可得好好劝劝你父母 我都气笑了 我家出五万叫 不是亲生的 你家出二万八呢 充话费送的 吃完了饭 李东梅破天荒地说要送我俩 我当时就觉得他没安好心 果不其然 这一路上 但凡碰见个相亲邻居 他就要把我拉出来介绍一番 我仗红了脸 死死地咬着嘴唇 听他在外人面前夸耀贬损 这是我未来儿媳妇 城里人也是大学生 这不是吗 跟我儿子回来看看 我还特意买了一堆东西呢 对面的大婶满脸羡慕 连连夸她是个享福的命 哎呦 想啥福啊 要不是我辛辛苦苦 把我家王县拉着城才能找到小夕这样的本地的姑娘 当儿媳妇吗 车房都不用我家操心 还是我儿子有能耐 对了王嫂 你家儿媳妇之前坐月子下奶的那个偏方还有没有了 我这儿媳妇也怀了 这几天正要抓紧半喜酒呢 不然肚子大了 穿婚纱不好看 你要是还有那个偏方 可得想着给我呀 我看着李东梅在乡亲邻居面前大张旗鼓地宣扬我怀孕 刚才他提到半喜酒 大肚子还特意转过身贴了我一眼 这是变着法地毁我名誉 逼我赶紧办婚礼卖房子呢 我看够了这个老前婆在这继续做法 冷不丁地在旁边说了一句 婚宴不着急 阿姨我都不怕大肚子丢人 你就不用替这个心了 李东梅被我对得哑口无言 在乡亲面前脸上一阵红一阵白 不敢说出更难听的话 怕有损他老王家的名誉 等到临上车的时候 这老太婆才终于憋不住了 这几天找个时间让你爸妈出来一块见见面吧 我随意找了个借口 他们工作挺忙的 没时间 他们急了 语气不容置会 忙啥是能由我大孙儿重要啊 再忙也得请个假 赶紧商量着把你俩的酒席办了 正也得赶紧领 要不我大孙儿生出来落户口咋办 就这么定了 我回家 把这事告诉我爸妈 我妈顺手 拎起她的高尔夫球棍 妈妈咧咧地 要给俩人开调 妈的 二万八做一次脸都不够 还想把我宝贝大闺女取走 我爸一言不发 冷着脸坐在沙发上 一边抽烟 一边皱着眉生气 本来他俩不愿意去 但后来被我说服了 用我妈的话说 她也想亲自看看 这王家人到底要起什么幺蛾子 王家人凭着不要脸 一次次地坐见我 被这样的无赖缠上 不如先顺着他们的意思 静观其变 等到找准机会 再将他们彻底铲除 让他们付出惨痛的代价 否则还不知道那老前婆又会做什么腰 我给王宪打电话说 已经订好了餐厅 周末我们两家人一块吃个饭 他在电话里连连夸我懂事 一口一个宝宝 叫得我想吐 周末我们两家人坐在饭桌上吃饭 吃到一半 我家里人还没有提婚宴的事 李东梅终于憋不住了 我说亲家 你们可得想好了 再不把你家闺女肚子可就大了 到时候丢人的 可是你们家李东梅一副老神在在的模样 看起来 对 这是十拿九吻 他就吃定了 我家里人会顾及我的名誉 就我妈那脾气 听完这句话 立马就变了脸 手里的筷子捏得咔咔直响 要不是因为我爸拦着 我觉着我妈都想冲上去把筷子插到他俩脑袋里 比起我妈 我爸就沉稳多了 当然也可能是因为我父母都知道我根本没怀孕的事 所以丝毫不慌 我爸冷冷地看着对面 你们还有什么想法都说出来 我听李东梅一听这话 觉得自己得逞了 脸上露出得意之色 说起话来也就更有底气 他骄傲地挺直了腰板 拍了拍王线的肩膀 我儿子研究生三代擅传生的时候 大仙儿就算过了 有魁星罩着 以后是当官的命 你这女儿不过一个本科 占便宜了 我们亲戚也不多 就十桌九席 钱你们总得出吧 我也不挑 五千一桌以上就行 不用跟其他人一样 还得一桌上万 反正就一个要求 这酒席上茅台不能少 只有这个酒 才能衬托我家王线的身份 我爸一算 这是准备白嫖十万了 他静静地没开口 只是瞥了我一眼 意味明显 你看看 你找的这家子是个什么货色 我捏得止鼓咯咯作响 李东梅的不要脸程度 真是又创历史新高 但他们的要求还没提完 他瞧了一眼我爸的神色 一看我爸连眉头都没皱一下 他乐了 亲家公 既然这酒席的事 你们没意见 那就再说说 房子和车的事 我儿子上班的话 得开个好车 你今天开过来 那辆就不错 二手的我们也不嫌弃 还有房子 小两口结婚得有婚房吧 但我没啥要求 就把西西名下 那个卖了 你们再甜点 婚后随便买一栋地段 差不多的就行了 我爸怒急返笑 反问道 你这意思前前后后算下来 我们嫁女儿 还得倒贴二百多万 王献他们被噎了一下 眼珠子一转 猛地提高声音 那不得问你闺女吗 婚前就怀孕 能是什么好苗子 我儿子可不一样 不干这埋态势 你们赶紧的 要是不想结 那你闺女堕胎去 到时候被人指着点点 可怨不了别人 我儿子愿意娶 那也是看在两个孩子有感情 我爸妈已经气得说不出话 我看到我妈手都哆嗦了 像是极力忍耐着我 我爸握了握他的手 他面色才缓和下来 我见不得爸妈受着窝囊气 故意开口恶心这老前婆阿姨 我听说女方家给这么多钱的 这叫入赘啊 你这是打算卖儿子吗 还是准备以后孩子随我姓 李东梅一听这话 一下子火了 跟你姓 凭什么跟你姓 我大孙儿可是我老王家的种 要是没有我儿子 你自己能生出个屁来 我爸叹了生气 跟我对视一眼 我从这一眼里读出我爸的心疼 对我不争气地责怪 但更多的却是无奈 我爸点点头 我们回家再考虑考虑 婚宴不是小事 得思虑周全 王线他们这才满意了 加了一筷子红烧肉塞进嘴里 满嘴流油地笑了一下 亲家 能想通就好 这顿饭吃完 李东梅挺高兴 喝了不少酒 结账的时候 我听见他站在门口 拉着王线的胳膊说话 儿子 你说妈是不是要少了他家咋答应得这么痛快呢 妈 你今天有点过火了 你没看见西西他爸妈都不高兴了吗 李东梅压低了声音 你这傻小子 妈这是帮你试探试探他家条件 顺便帮你添把火 他家条件那么好 就计就计咱家 那还不是应该的吗 再说了 那俩老不死的高不高兴 关我啥事 要是惹急了 他家闺女嫁不出去 看谁丢脸 我儿子这么优秀 陪他闺女真是亏了 就是找个条件再好点的 我儿子也配得上 就你儿子这硬件条件 一百七十出头的盖卖 二百多万 还嫌少 他这废无恙 别说车子房子 一杯奶茶钱 我都嫌亏得慌 真他们是会所里的鸭 都没你俩会要价 这顿饭吃完 王线在他们的授意下 每天来找我嘘寒问暖 但我还是发现了一丝猫腻 王线最近经常给一个女生的朋友圈点赞 女人的第六感准的出奇 我趁着王线去上厕所的功夫 解锁了他的手机 果然他这几天跟着女生聊得正欢 还给人家备注小懒猪 那女生叫吴燕 跟我俩同一个大学 是比王线高一级的学姐 以前王线跟他一块在学生会工作 还追过他一阵子 只可惜暧昧了没几天 吴燕就跟一个新入学的一百八十五小学弟跑了 我点开这俩人的聊天记录 王线像个舔狗一样 每天早安晚安 不间断地发 燕燕 我真的很喜欢你 如果当初不是因为你拒绝我 我身边根本就不会有其他女人出现 我们年纪都不小了 你家里也一直在催 能重新在一起 就是上天的缘分 我们找个时间见见父母 把婚事定下来吧 怪不得最近他和他们再也没催过我家 原来是找到新的冤大头了呀 吴燕当时在学校很出名 我也有他的微信 他经常在朋友圈里晒一些奢侈品或者旅游罩 给自己塑造了一个妥妥的白富美形象 但很可惜 那些精致生活都是假的 我爸的一个开餐厅的朋友恰好认识吴燕父母 其实他父母不过就是菜市场做小生意的 但现在看来 王线跟李东梅肯定不知道这件事 估计还以为吴燕家里是什么千万富豪呢 王线从厕所出来 我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把他的手机放回去 结果没想到过了一会他背着我接了个电话 在回来的时候身边多了一个人 我笑了 说曹操 曹操就道 这不是吴燕吗 我们三人坐在同一桌 乍一看就像是典型的良女争议男的修罗场 吴燕打从一进来就火药味十足 他挽着王线的胳膊 看向我的眼神充满不屑 倩倩愣着干什么 还不赶紧给燕燕倒杯水 按辈分 他可是你学姐 王线连装都不想装一下 看来是铁了心要跟吴燕在一起了 我正愁甩不出去这一家子祸害 没想到来了个接盘的 我倒了杯水滴过去 啪的一声 吴燕把我的手拍开 水杯倒在一旁 咕噜了几圈 摔了下去 碎了满地 给我倒水 你也配 就连我家的佣人都是研究生学历 你一个本科生 还不赶紧认清自己的位置 我愣了一下 怎么竟然还真有人拿屎当个宝啊 他那张红唇还在喋喋不休 脸上露出讥讽地笑 你叫何希是吧 我听王线说了 你家充其量也就是普通家庭 你能给王线什么呀 你要真的爱他 就应该主动退出 还有你这种心机女 想靠孩子要名分的我见多了 王线不会娶你这种恶心的女人 你趁早死心吧 提到孩子 我突然来了兴趣 行吧 那就按你们的剧本走 我眼里挤出两滴泪花 指着王线的鼻子控诉你 你竟然这么对我 乌忧 我肚子里可还有你的骨肉啊 顺便再熬两下 嗯 看上去更惨了 餐厅里的众人被这边的动静吸引 议论纷纷 王线听到那些骂他抛弃弃子的话 脸都黑了 他走到我旁边咬牙切齿地说道 何希 你最好识相一点 别阻碍我取艳艳 否则你别怪我不留情面了 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 你的条件能跟艳艳比吗 还有 你应该不想自己在床上的裸照被传得全往满天飞吧 我心下一沉 裸照 什么裸照 他轻轻勾了一下嘴角 解开手机屏锁 点进云盘 那里面竟然有几百张他偷拍我的照片 睡觉 洗澡 换衣服 甚至是在床上翻云覆雨的时候 他居然都偷偷拍了下来 他避开吴艳的视线 扶着我的肩膀 在我耳边轻声说道 别怪我 倩倩 当初我也是怕有一天你会离开我 但现在我只想 你乖一点 不要挡了我和艳艳的婚事好吗 我没想到王献居然会卑鄙到这种程度 如果说一开始我只是想让他吃点苦头的话 那现在我恨不得他去死 眼下照片在他手机里 我只好忍着想杀死他的心情 洋装答应他做出一副害怕的表情 我保证会听你的话 你把照片删掉行吗 王献摸了摸我的头发 跟我保证 只要我不做不闹 等他结婚之前一定把照片删除 起初我不明白为什么王献还是迟迟不跟我提分手 但当他又一次带我回他家的时候 我明白了 他想娶吴燕 但他们还在我和吴燕之间做比较 毕竟我家已经答应那二百多万的条件了 但吴燕他家可还一分钱都没说要拿出来呢 这是太子爷在这选妃呢 吃着锅里的还不想落下碗里的 我笑了 这不是上天送给我的好机会吗 看来那张运简单很快就要派上用场了 我假意顺从着跟王献回他家吃饭 王献爱吃辣 一桌子的菜几乎都是红油 我正伸手准备吃个辣串 李东梅却突然用筷子重重地打了一下我的手 上面留下一道红印 孙儿 辣女 你想生个女孩给我 老王家这都三个月了 已经能看出男女了 你赶紧去医院看看 要是第一胎是个女儿 出了月子就赶紧要二胎 我们家可得有个男孩女孩都是赔钱货 怎么着 你们老王家有皇位要继承 我还得母瓶子贵呗 我就见过吴燕那一次 之后王献也没在我面前提过他 我想先弄清楚这对母子到底在搞什么把戏 王献跟李东梅在厨房忙活 我偷着凑了过去 想听听他们背着我在说什么 何夕那边你没露线吧 可不能现在就让他知道吴燕的事 万一他一想不开 把我大孙儿打掉了 咱们可就一分钱捞不着了 我压下心中的愤怒 躲在墙角打开手机录音 他肚子里那个孩子到底是咱老王家的种 让他把孩子生下来放在咱家养 就算你不娶他 那他家也得月月给咱们赡养费 王献的语气蛮不在意 妈 何夕已经知道吴燕的事了 但你放心吧 他不敢闹的 我手里可有他的把柄 他们乐得牙花子都要刺出来了 还是我儿子厉害 妈没白教你 你就这样先吊着何夕 等他把孩子生下来再说 对了 儿子还有吴燕那边 你也得抓点紧 赶紧让他怀上 女人嘛 怀了孕就认命了 你只有让他肚子里留下你的肿 才能绑住这只金丝雀 不让他飞了 王献胸有成竹 妈你就放心吧 我都做好准备了 那东西上我扎了好些个眼呢 我听得心底声寒 默默把手机揣进兜里 但同时我也知道 我报复这一家子的机会终于来了 我回家把这事告诉给父母 我妈一听 当场火了 这娘俩也太特么损了 人类进化的时候 他们老王家是躲起来了吗 一家子眉毛的畜生 他恨得咬牙切齿 眉毛一挑 闺女 你放心 你说吧 想咋办 妈都支持你 这场戏妈一定帮你做足了 我把计划告诉我爸妈 第二天 我家主动约王献跟他们出来吃饭 他们做足了派头 一脸的刻薄像 这是什么风把亲家吹来了 是不是看自家闺女肚子一天比一天大 憋不住了 我给我妈使了个眼色 我妈心领神会 她做出一副唉声叹气的模样 王家嫂子 你上次提的那些条件 我和她爸仔细想过了 都是为了儿女考虑 我们没啥意见 只不过她爸那车其实是租的 但你说的有道理 我家女婿人中龙凤 开车必须开好车 所以我俩决定以王献的名义 贷款给她买一台路虎 你看行不行 王献猛了 他们也愣了一下 她竖起一根指头 恨恨地指着我妈 你说啥 贷款 你要以我儿子的名义借钱买车 那不就得我儿子去还钱了吗 凭啥 我告诉你 门都没有 车必须全款买 否则你闺女 别想进我们王家的门 我也做出一副很为难的样子 吸了吸鼻子 阿姨 我是真的想跟王献在一起的 但是我家条件就这样 那个房子都已经是所有积蓄了 真的拿不出钱买好车了 要不然先买个差一点的 让王献将就开着 我这肚子等不了了呀 王献他们声音尖利分毫 不让不行 反正我儿子就得开好车 没有好车 你别想进我家的门 他骂完我又冲着我妈面路嘲讽 看你穿得人母狗样的 没想到是一家子穷鬼 没本事连个车都买不起 他们唾骂了几句 拽着王献扬长而去 这顿饭不欢而散 但我跟我爸妈却喜出望外 终于快要甩掉这一家吸血虫了 为了加强效果 隔天我又找了大学的闺蜜 去市场找到无厌父母的摊位 我告诉她 只要尽可能在无厌父母面前夸王献就行了 她一口硬下 还特意给我发了一段语音回来 告诉我任务完成 我点开那段语音 您是吴叔叔 这么久没见 您还是这么年轻啊 我是燕燕的大学同学 燕燕现在可是我们当中混得最好的 我可羡慕 不仅她优秀 新交的男朋友也优秀 叫儿队 叫王献 研究生学历 而且还想考工 以后就是体制内了 多棒啊 这种男朋友 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 那段语音里 吴燕她爸高兴极了 临走还送了我闺蜜 一把小香菜 可不是吗 王献这条件 简直就是天上难找 地上难寻的好孤夜 怎么可能不满意 啥锅配啥盖 吴燕和王献绝配 我只不过是帮他俩再添一把火 李东梅消停了几天 估计是还没死心 又找机会说要来我家串门 我报给他一个新的地址 是我家最小的那套房子 他坐着出租车下来的时候 看到那三十多平的房子 嫌弃的脸都扭曲了 天哪 王献明明跟我说 你家住一百多平的房子 怎么变成老破晓了 我爸淡淡地说道 之前那房子到期了 还没租到合适的 先住着这个 他摆出一副诚恳的表情来 亲家母女放心 等熙熙跟王献结婚了 我们肯定不会 让他俩住这样的小房子 而且 我姑爷是个有本事的 赚几年前房子 肯定能换个更大的 王献他们脸都气歪了 我呸 你们俩鬼精的 这是拿女儿来打我儿子的主意呢 我告诉你们 想都别想 一家子穷鬼还想占我儿子便宜 他们从进门到出门 统共不超过五分钟 还顺走了我家门口放着的一箱柑橘 我跟我爸妈对视一眼 这次应该差不多成了 不到一周 王献发了朋友圈 以爱之名 以余生为妻 承邀各位亲朋好友参加我和燕燕的订婚宴 配图示她和吴燕的婚纱照 吴燕的手微微扶在小腹上 挽着王献的胳膊 笑得一脸甜蜜 不过我估计很快她就要笑不出来了 他俩订婚宴的地点 我们早就已经帮他们找好了 场地是我家名下 一个酒楼 我爸认识吴燕做生意 那家的连锁菜市场老总 所以让她给吴燕父母透露口风 说在我家的酒楼办订婚宴有折扣 这可是本市前三的知名酒楼 吴燕爸爸一听 二话不说就答应了 我估计她是打着想跟我爸套关系的心思 而吴燕那个蠢货应该单纯就是想炫富吧 万事落定 只等那天的到来 周末订婚场地 我穿着一身低优的高定礼服 拿着香奈儿的珍珠链条手包 打扮得比吴燕这个新娘子还要光彩夺目 王献看到我的时候 眼里闪过一丝惊艳 但很快她就皱了皱眉头 嘻嘻 你来这里干什么 今天这种场合 你别胡闹 她咬着牙把我拽到一边 语气威胁 看来她以为我是砸场子抢婚的 呵 下头谱信男 我云淡风轻地捋了驴耳后的碎发 眼眸低垂 你别怕 我不是来闹的 我是真心来祝福你的 王献从我的话里听出一丝情意 叹了生气 嗓音温柔了许多 嘻嘻 我知道你放不下我 但是对不起 我不能娶你 但你放心 你肚子里的孩子 我不会不管的 只要你乖乖的 我愿意每周末出来 陪你好吗 我差点要被恶心吐了 你还想家里红旗不倒 外面彩旗飘飘啊 没等我开口 王献他们就来了 看到我这一身打扮 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 也不能完全怪他 今天来的那些宾客 不是王家那些村里的乡亲 就是吴燕父亲认识的一些菜商 穿着得体都非常勉强了 更跟华丽沾不上一点的鞭 何惜 你这穿得跟女明星似的 哪来的衣服 我轻描淡写租地 王献他们露出一副了然于心的表情 阴阳怪气地说道 我就说嘛 你家这种穷鬼 怎么可能买得起这么好的衣服 就连吴燕的衣服都没这件好看 要不你脱下来先给吴燕穿吧 他今天才是主角 我淡然一笑 心里骂了一万遍阿姨 这可能不行 我这件事打死马他穿不进去 如果不小心撑坏了的话 要赔给人家的 王献他们一听还要赔钱 翻了个白眼 啥破玩意还得往外搭 钱我们还不稀罕呢 宾客差不多到齐了 王献跟他们没时间累我 把我晾在一边 招呼客人要礼金去了 众目睽睽之下 这场订婚宴的主角 终于到场了 吴燕穿着一身淡粉色的纱裙 挽着一身白色西装的王献 从九楼宴会厅的旋转楼梯上 款款走下来 底下不少王献同村的乡亲露出羡慕的神色 老王家真是祖坟冒清烟了 找个儿媳妇又漂亮 家境又好 这简直就是找了个公主啊 是啊 你说我儿子咋就没这个命呢 找了个进村的土妞 连喂猪都会不明白 就是这新娘子看起来有点胖 肚子好像有点大呀 听到那些乡亲邻里的夸赞 王献他们那张老脸都要笑成一朵菊花了 瞧瞧我儿媳妇这个气派 根本不是一般人能比的 也就是我儿子这么优秀 才能找到这样的媳妇 我悄悄找了个地方坐下 听着王献他们在那自夸 心里简直发笑 我对这话表示强烈赞同 王献跟吴燕确实挺配的 凤凰男配贾明远 一时之间 我竟然分不出来谁更吃亏 吴燕的父亲去台上慷慨激昂的陈词 各位亲朋好友 今天能赏脸出席我女儿吴燕和女婿王献的订婚宴 我深感荣幸 希望今天到场的来宾都能够吃好喝好 一会我还有重要的嘉宾要介绍给大家 是这座酒楼的老板 也是本市最有名的商业大咖 我笑了 她说这人不出意外 应该是我爸爸 这吴燕他爹真的跟吴燕一个德性 又虚荣又好面子 台上的吴燕父亲看到台下那些王献请来的亲友 眼里闪过一丝显而易见的嫌弃 而吴燕和王献此时也已经走到台下 到了李东梅旁边 阿姨 您怎么请了这么多村里的人来呀 我爸都不高兴了 王献他们大咧咧地摆摆手 都是相礼相亲的 我儿子订婚 他们当然得过来了 再说人越多 分子钱就越多 你懂个啥 吴燕语气也变得有些不好了 可是这种场合 他们穿得跟要去种地似的 也太丢脸了吧 这个混定成这样还不如不定 我差点乐出生来 吴燕 形容得还挺贴切 李东梅一听这话 立马脸就黑了下来 你啥意思 我们农村人咋就丢脸了 再说你刚才叫我啥 你应该叫我妈 叫什么阿姨 你懂不懂规矩 可是改口费还没 他们嫌恶地瞥了吴燕一眼 什么改口费 那是什么狗屁东西 我告诉你 我家可没有改口费这一说 你少在这打算盘 王线在旁边打圆场 可惜吴燕根本不买账 你什么意思 我一分钱彩礼都没要 改口费也没有 这个婚不如不结了 李东梅翻了个白眼 声音尖利 你还没嫁进我家的门 就敢这么跟我说话了 我可是你婆婆 你得尊敬我 你有没有家教啊 王线也哼了一声 声音冷淡 行 不结就不结了 看看等你肚子带起来以后 到底谁丢人 我告诉你 吴燕 现在是你求着我娶你 你最好 把你的小性子 给我收一收 再敢这么跟我妈说话 看我怎么收拾你 吴燕脸色苍白 往后退了一步 好在宾客们都在忙着喝酒 吵吵闹闹的 没人刻意注意这边的动静 你们就因为我怀孕了 你们王家就要这样欺负人 果然怪不得吴燕这么快就同意订婚了 我有些唏嘘 看来王线还真成功地把他肚子搞大了 吴燕 我告诉你 一套房子就嫁进我王家的门 已经是便宜你了 我儿子这么优秀 想要嫁给他的人都得排队了 好家伙 你儿子那把真能重复利用 一转头 李东梅正好和我的视线对上 他刺着一口牙 指着我笑 得意极了 看到没 那就有一个挤破头想嫁给我儿子的 我儿子就算天仙都能配得上 能跟你订婚 你就该偷着乐了 他领着吴燕 故意走到我跟前 巨傲地抬起下巴 用鼻孔对着我 嘻嘻 你也别灰心 毕竟你肚子里还有我大孙儿 只要你生的是个男孩 不愁我们老王家 没有你一席之地 我朝他笑了笑 好 我一定会把孩子好好生下来的 就在这时候 台上的麦克发出刺耳的声音 宾客们逐渐安静下来 都目不转睛地看向台上 吴燕的父亲 眉开眼笑地拿起麦克 大家静一静 接下来就让我隆重为大家介绍 这次小女订婚宴的重要来宾 何总 我爸在一旁穿着西装 缓缓走上台 旁边挽着我妈的手 王线和他们都认识 我爸妈一下子猛了 呆愣愣地看着台上的两个人 我在他俩没回过神的时候 从中间穿了过去 一步一步往台上走 走到我爸妈身边 我爸拿起麦克风 各位晚上好 我是何家连锁酒店的董事长何征 旁边是我的妻子和我的女儿 我们一家三口 在此对吴王两家定亲献上由衷的祝福 我爸一开口 派头都不一样了 底下那些人的目光满是羡慕和热切 这是他们这辈子都无法企及的高度 王线他们站在下面 用手颤抖着指向我们一家三口 突然反映过来什么似的 一把冲到前面 对着下面的宾客大声道 不定了 错了 错了 这个婚 我们家不定了 吴燕他父亲脸上的笑意定格住 缓缓拉下脸来 亲家 你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不定了 这两个孩子的婚姻大事怎么能大儿戏呢 他们翻了个白眼 狗屁 买个东西还要货比三家呢 现在我有更好的儿媳妇了 谁还惦记你家那个破烂火 吴燕他爸妈彻底火了 两人气的鼻孔直喘粗气 你们王家也太欺负人了 这是什么意思 你说谁是破烂货呢 我们家连房子都买了 这个婚你说不定就不定了 王献他们看着我们一家子 目光灼灼 语气满不在乎 谁稀罕你家那个破房子 大不了还给你们 实话告诉你 我儿媳妇得是何希 她这种家事才配得上我儿子 像吴燕这样的女人 也就配及我儿子做小 我妈一听这话 在台上没忍住 扑呲一声乐了 她的声音顺着迈刻不大不小地传出来 还做小 你家是不是清朝穿越过来的呀 还是破风键除四害的时候 赶巧把你家落下了 王献脸上一阵红一阵白 李东梅愣是半天没听明白 不知道咋反驳 王献上台把我硬拽到一边 质问我 倩倩 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 你对我连这点信任都没有吗 为什么你从来没说过你家里的情况 你要是早一点告诉我 我还会跟吴燕这个女人搞到一起吗 这全都是你的错 看在孩子的份上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只要你把之前答应我妈那二百多万的车和房子兑现 我就立马跟你结婚 他们也凑了上来 舔着一张大脸 往我面前一横 嘻嘻 二百多万对你家来说太少了吧 我看就是在家两套房子 你父母也是拿得出来的 这是再重新商量吧 他大言不惭的样子把我气乐了 我妈直接冲上来 把王献他们从我旁边拽开 把我紧紧护在身后 你说什么呢 商量个屁 你以为你儿子在这选妃呢 你想娶我家兮兮还不想嫁呢 别说二百万 就是一分钱我家都不会给 顿时不干了 凭啥不给 反正你闺女怀了我儿子的种 就得嫁进我们老王家 你家就这么一个女儿 等你俩 钱还不都是我儿子的 早给晚给都是给 王献拽了一下他们的袖子 示意他说话注意点 但他们摆出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 压根不在意 我可把话说明白 何希这肚子一天比一天大了 你们再不给钱 他就要当个未婚妈妈 被人戳几辆骨了 到时候可别求着我儿子娶他 王献他们得意至极 看着我的眼神就像再看一只会下金蛋的母鸡 我忍无可忍 从包里掏出一张化验丹甩在他脸上 睁大你的眼睛看好了 谁怀了你王家的种 说话可是要讲证据的 王献跟他们拿起那张化验丹 仔仔细细地盯了半天 两人一愣 王献几乎是颤抖着质问我 你骗我 你居然敢骗我 你根本没怀孕 他们也猛了 眼珠一转 干脆坐地上耍起无赖 我好好的大孙儿咋就没了 肯定是你背着我儿子偷偷把我大孙儿打掉了 你给我赔 那是我们老王家的种 你听啥说弄没就弄没 我冷冷地看着他 从头至尾 我就没有怀孕 要不是我让你们以为我有了孩子 还看不出来你们母子的真面目呢 我当着所有人的面 掏出手机 放在麦克风旁边 按下播放键 王献跟他们的声音传出来 这一刻我无比佩服他们的大嗓门 在麦克风音响的加持之下 简直堪比扩音喇叭 保准全场都听得清清楚楚 何夕那边 你没露线吧 可不能现在就让他知道无厌的事 万一他一想不开 把我大孙儿打掉了 咱们可就一分钱捞不着了 他肚子里那个孩子 到底是咱老王家的种 让他把孩子生下来 放在咱家养 就算你不娶他 那他家也得月月给咱们赡养费 下面的宾客中像是炸锅了一般 尤其是跟王献同村的那些人 一个个瞪大眼睛 对着王献跟他们指指点点 看口型就知道说的不是什么好话 我爸妈听着这些话 也气得直飙脏字 什么一家子还九八五研究生呢 酒吧跳舞的都没你这么下贱 但录音还没完 儿子还有吴燕 那边你也得抓点紧 赶紧让他怀上 女人嘛 怀了孕就认命了 你只有让他肚子里留下你的肿 才能绑住他 不让他飞喽 妈 你就放心吧 我都做好准备了 那东西上我扎了好些个眼呢 吴燕和他父母听到这些话 直接炸了 吴燕腥红的指甲死死地指向对面 这对母子 目光简直要喷出火来 你 你不得好死 你们王家就该断子绝孙 我告诉你们 你们想用个孩子绑在我家吸血门都没有 明天我就去医院把孩子打了 我这边已经没戏了 吴燕那边要是再跑了 那王线跟他们就真鸡飞蛋打了 他们文言大怒 指着吴燕的鼻子骂 你个小贱人 凭啥要把我大孙儿打掉 你能怀上我儿子的总是你有福气 你别给脸不要脸 吴燕怒火攻心之下冲了上去 一个巴掌就甩在王线他们的脸上 你才是贱人 你个老贱种 联合你儿子一块来害我把我家的房子还回来 那是我家的东西 王线他们被打得一愣 随即面红耳赤 鼻孔喘着粗气 青筋抱起 你敢打我 那房子是我家的 我儿子的名 凭啥还你 你要是敢把我大孙儿打了 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我让你们一家子都没脸出门 一辈子没脸见人 王线也怒了 你特么敢打我吗 他一把冲上去 揪住吴燕的衣领 狠狠地推了一把 吴燕重重地跌落在地上 鲜血顺着他的裙子流到地上 他痛苦地捂住小腹 额头直冒冷汗 吴燕燕 吴燕父母连忙打电话叫救护车 现场乱作一团 众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小缠给吓猛了 王线也一下子跌坐在地上 脸色苍白 不敢置信地看着地上那滩鲜血 我爸走到他们面前 神情严肃 这些事我本来不想管 是你们欺人太甚了 都欺负到我闺女头上了 现在两家亲事都黄了 以后你们老老实实地回乡下去吧 王线他们不甘心 还想挣扎 不行 你们不能就这么甩了我儿子 我儿子是高材生 你们凭啥不要他 他看我爸冷着一张脸 眼珠一转 又突然换了一副嘴脸 亲家 之前都是我们不好 那房子和车 我们都不要了 只要能让倩倩 跟我家王线结婚 我们可以啥都不要 我妈白了她一眼 不知道的 以为你家是嫁闺女呢 啥都不要你也 好意思说得出口 就你这儿子白搭 给我们都不稀罕 我妈吵吵酒店经理 使了个眼色 从门口冲进来几个保安 把王线跟他们牢牢嫁住 他们两条粗壮向腿 在半空中乱蹬 嘴里骂骂咧咧 你们放开我 你们不能这么对我们娘俩 何兮都被我儿子睡过了 没人会要他这只破鞋 你们不让他嫁给我儿子 难道让他孤独终老吗 我走上前 一字一句地说道 我宁可当尼姑 也不嫁给你这个恶心巴拉的儿子 更何况现在都已经什么年代了 你真以为用这几句话 就能吓唬住我吗 我挥了挥手 王线跟他们妈 被像狗一样地拖了出去 那天过后 我偶然还听大学闺蜜提起过 吴燕的消息 据说他家一直在和王线家打官司 想要回那套房子 但王线他们各种耍无赖撒泼 就是住着不给 而我没想到的是 居然还能收到王线的短信 我都已经把他全部的号码 连带他们的号码一起拉黑了 他又重新办了一张电话卡 希希 我真的知道错了 你原谅我好吗 我是真心爱你的 我就在你家楼下 求求你见我一面 给我一次向你认错的机会 我笑了笑 准备把短信删除 把这个号码也拉黑 之前我破天荒的 还是回了他两句话 你放心 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下次你们躺在殡仪馆里 我肯定送他